各位好,欢迎回到Linux核心设计讲座 那我们这次继续探讨Linux的机体管理 在之前我们有做了概念性的探讨 Linux在虚拟机体处理 以及对应到不同计算机架构的策略 接着我们想要来跟大家探讨 包含VMEDLOCK、KMEDLOCK 以及背后怎么去实作出这些机制 像是KMEMORY Cache 最后还会带到ShareMemory的关联 以及在Linux来讲采用很多延续过往的设计 比方说传统UNIS的设计 但是Linux也有很多是跟传统UNIS有很大差异的 甚至你在学习的棍中 你会发现说像FreeBSD、Linux 有很多思维是很相似的 但是实作上的这个落差其实非常大 你甚至可以说在设计一些程式 那这些程式可能是对Io啦 对这个机体的使用量很频繁 然后呢你甚至可以透过这种程式的运作 反过来推之说作业系统的这个行为 那我们称为这种东西叫做 也是一种Fingerprint 就像你的手指一样 我之前的程式虽然是一个原始程式 马上用西元写的 然后你编译之后 你可以在Linux上编译 你可以在FreeBSD上面编译 甚至你可以在Microsoft Windows上编译 但是呢 因为实际上每个作业系统的 机体关系策略不同 所以你如果对系统有足够多认知 你甚至可以写这样的程式去追踪分析这个作业系统的行为 那这样的东西在什么时候很好用呢 尤其在这种 比方说我们讲到虚拟机器 就是所谓这种虚拟化的建设 这种测量运作平台的这种Fingerprint 把它用一个比较简短 有效方式去描述 那不管是日后我们要做排除问题 甚至说去分析一个程式 它是怎么延展的状况 比方说我去增加更多的硬体资源 然后看可不可以去扩充回去延展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会探讨就是说这样子 All Commit 然后最后带着大家去看说一些比较新的议题啦 比方说在多核啦 然后在Huge Memory 那这个在对应的Linux到底怎么去实作 那在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有尝试用比较科普的方式 带着大家去理解 就是我们有提过这篇文章嘛 虽然只用五分钟 但是其实你也需要好几个小时去探讨的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 在之前呢 我们已经有提过这个Slave Slave2Locator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更细致 那在2008年以后呢 Linux其实它的实作呢 是变得非常多元了 其实它有三种Locator 一个是 从 如果我们不管时间点 我们从那个 简易到复杂的程度来看的话呢 最简单的东西叫Slobe 然后接着从Slave开始就变得复杂了 最复杂的是Slave 然后这个Slave是2008年以后 Linux说引路的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Slave 实际上它引路的时间也差不多是2008 然后 虽然你会在底下看到这个 它的历史 就是 你可以看到K&R 那你就想得出来 这一定是 一定是什么呢 已经就是贝尔实验室 对没错 贝尔实验室他们发展了 然后 在Linux来讲会有一些命名 它会很 比较考古 所以你会变成说 你学习Linux的时候 你一旦 一并要连这些 历史发展轨迹都要知道 然后就像刚刚提到 其实Slobe Slobe是最 精简 的设计 但是它其实真正在 Linux kernel其实是在2008年之后才有 然后最简单是Slobe 那Slaver是很经典的 那Slaver其实呢 它是从这个Sung OS 那我们都知道Sung OS是Sung Microsystem发展的一个作业系统 后来叫做Solaris 那我很不幸的地方是Sung Microsystem这么好的公司呢 在因为一些财务的问题 那总之后来就被Oracle收购 那被Oracle收购之后的Solaris当然命运多舛 我们不知道怎么讲 不过 这个开源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透过开放原始码的力量呢 其实很多原本在Sung OS 在Solaris的这些成果 其实陆续在Linux上 或者在3BSD上出现 那Slaver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注意到呢 这个Slaver最早是一篇路 是Sung Microsystem他们发表的论文 然后但是Linux在2.2之后呢 也提供对应的这个实作 然后Slaver的设计考量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刚才虽然没有细讲Slaver 但你可以知道说Slaver它是一个很精简的设计 然后在Slaver之后 它有很重要的考量 就是说它其实引入这种Caching 注意到这边讲的Caching 不全然讲的是Memory Hierarchy 就是像这个L1L2Cache那种Cache 那其实它是把这种 近端能够存取的这种资源 这个策略把它带过来 所以你可以想 其实与其说Cache 不如说把它想成这个像物流业者 就是你可以思考说物流 像这种Slaver 11 或是各式各样的这种便利商店 它背后的物流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种从资源 然后派送到这种消费端的一个 一个很有效的机制 但是问题来就是说 就算台湾的物流再怎么有效 其实往往我们都需要一个 近端可以存取的 就这样你去思考一下像学校 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这个机体管理的单元 这个机体管理的这个讲座 我们第一个部分是在台大录制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在 现在是在成大录制的 那不管成大跟台大你都可以知道 就是说这个师生的人数都很惊人 都是好几万人 那这个高达可能像这三万人 或是更多人的这个等级 所以你会发现说这种便利商店 他们就要非常精准的去调度 那所以呢就要从过去的这种消费 去知道说这个比方说开学的 就是比方说一个学期要开始 那要该准备什么 好像很多开学会的就新生 那到学期末的时候呢 比方说像我们想6月 那6月呢就陆续有些学生要毕业的嘛 那毕业的话就是便利商店 要卖对应的东西啦 比方说要准备好足够多的纸箱啦 这个学生要打包 打包的时候呢顺便可以买什么 买胶带 类似这种东西 那你可以看说这些便利商店呢 其实它就是一种近端可存取的 那所以它跟物流要有一个很明显的合作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slab 其实像这样一个设计 就是说我们呢 其实呢很多时候呢 这个配置机体就像这样嘛 就像学校的学生 去运用这些资源一样 往往呢它可能 比较频繁的还是这种小的物件 就是说单价可能不高啦 买个胶带啦 买个那种生活用品啦 然后可能像研究生 待在学校的时间比较长 他可能就买一些 买一些这种日常用品 那它就是很频繁的 然后呢 要去思考一件事 slab 其实它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slab 在设计的时候呢 其实它有考虑到什么呢 就是 per cpu 跟 per node 的 那个什么的q 那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q呢很关键 就是你会注意看那个slab slab 那个 那个u 是unqueue 那这个unqueue是对谁的一个回应呢 就是对slab 因为它到处都有一个q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 per cpu呢 是讲说我在多核的每个 cpu 然后 per node 注意到呢 per node 是跟我们前面讲的 cpu topology 有关 也就是说像这个neuma架构来讲 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因为不是每个系统都是 smp 的 就是对称多核 那其实很多架构呢 它不是对称多核 它是把好几个好几组 smp 把它串结起来 所以实际上记忆体呢 它在实体上它就是不连续的 那不连续的几个点把它就是去区分的时候呢 就叫node 好 这个这个稍微赶紧一点还会再探讨 好 然后呢 因为导致说这些cpu啦 node啦 好 这种这种切割方式 其实它对整个这个机体设计变得很 就变化就很大 好 然后呢 这个在大约在2.2 就是在1999年之后的这个2.2 Linux引入这样的一个设计之后呢 其实在2008年 随着Linux应用在很多云端主机啦 应用在很多大型系统之后 就发生不够用 所以就开始有slub 那注意到一件事 slub的最早呢 它是用在像刚才提到那种大型的系统 所以就像像这种64维的架构啦 多核的系统 然后呢 至于是哪个比较好 其实说真的 其实是 变异是很大的 注意到 Linux的机体管理是在Linux非常复杂 但是你又不得去面对的一个议题 往往Linux很多东西你是不需要 尤其在Linux kernel里面的东西 其实你不是不需要这么认真去看待 因为毕竟它实作细节太多了 但是机体管理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在很多的城市 其实往往它演算法是 很难被变更的 就是很多演算法都是很经典的 比方说像排序好了 这排序的再怎么排序呢 你不会看到一个什么 什么Big O1的那种 长述时间的排序演算法 就是这个这种听起来就 听起来贵贵对不对 那往往呢这很多 排序演算法都是很经典的 尤其用在这种圆端的话呢 你会发现像Murge salt 其实用来是很平凡的 那你说有听起来比较快的叫什么Quick salt 那为什么要Murge salt 因为大家看本质嘛 Quick salt本质上是unstable salting 那Murge salt是stable salting 然后当然在Murge salt之上 还是有很多这种变形 但是往往它改善的幅度 是有的 但是它不是那种所谓的radical change 你知道radical change就是像那种辐射一样 就是那种这种 这种见急铝曲的那种巨大变得 不是往往它这种很多演算法都是 一次改一点一次改一点 而且这边变快之后 另外一可能变慢 就是它往往这是工程问题嘛 就是涉及到这种取舍 然后呢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如果撇开 演算法不看的话呢 其实资料结构 以及对应的Memory model 其实就很有趣 就是其实很多程式呢 去改善效能的时候 往往不是从这个 演算法去左手向上 我刚才提到的 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下去了 但是 它的资料结构的设计 比方说有些资料结构的设计 就是这样呢 就是它是那种Cache Fender Cache Fender Google搜寻常常好 这样的就是这样 乱打的会对哦 所以呢 我们要打字要精准一点 好 然后 Cache Fender 好 然后如果你去找一些 搜寻的关键字 你会发现好玩 比方说你去找这个 Cache Fender Data Structure 那你会发现 其实有非常多的讨论 这支上面 可以自己去参照 比方说这样 底下看到这种 Intel的网站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像你看一看 还专门教你怎么去写出那种 Cache Fender Code 那这个东西都说明件事啊 其实演算法真的要突破呢 不是不行啊 就是有非常多的学者在突破 但是太多演算 它是太经典 但是呢 你在资料结构啊 甚至呢 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在这个记忆体的模型 记忆体的这个存取啊 其实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这边再举个例子啊 在呃 我之前就是 有一个 有个经验就是说 我那时候在设计像那种 手机的那种更新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就是说 像这个 智慧型手机 我没法跟你讲它 单一手机的那个距离出货量啊 注意到这不是几米啊 只是因为那边很大啊 但是呢 对于一家提供 呃 这种 关键的这种IC啊 比方说提供 这个 手机的SOC的公司来讲话啊 那 一般来说呢 年出货量啊 到6亿个单位 或是更多单位 这是有可能的 好 那但是就是 每年落差是很大的 好 那我那时候就在设计的系统呢 就是比方说 去追踪 呃 因为往往 我们要的不是只是出货量啊 因为你知道出货量是给那种 呃 市场看的啊 给这种 就是说 这种 给投资人看的 好 但是往往的在工程上 我们还想要追追踪的东西 就是 好 出货 假设它出货是6亿 6亿个单位好了 好 但是 到底有多少手机在当年 好 就就比方说 我们从 好 就比方说现在好了 从2019年的Q2 好 就第二季开始供货 好 那我们想要知道到 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呢 这个多少手机的晶片 真的在市场上被采用 好 那当然 这件事呢 透过电信商的合作 好 注意到很多手机的 SoC公司呢 跟 跟电信当中有非常好的关系 好 那 透过电信商的力量呢 我们可以 得知说 有多少晶片被打开 好 那这边有些细节 我不能跟你细讲 但是 呃 假设你 这中间的细节 你没有 你不需要知道太多的话 好 那下个问题呢 下个问题是说 其实呢 这种手机的东西很好玩 它 它供货的时候呢 就供货的很频繁 然后呢 它但是衰退也衰得很快 就是说 今天有个某一款晶片呢 它被打开了 然后被开启的 那你发现那个数量很大 好 然后呢 但是过一段时间 没那么流行的时候 它就是 它不至于 瞬间变成长尾了 但是它就是会 会那种 很频繁的那种跳动 好 然后呢 这种统计呢 是对 电信商 好 对SoC供应商 以及对整体的 这个成本控管 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当初在 车系上系统的时候 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说 往往呢 我们的这个 回音时间都非常慢 好 那慢到的时候会超时 导致说很多统计 根本就是跟我们预期的有落差 因为这个就是 手机端发要求 告诉 透过电信商 告知某一个公司说 我这个什么 我这个手机已经被启动了 然后我启动的时候呢 我主要做哪些事 注意到 这跟隐私没关系 只是开机开起来 就是说 确保说这个 这个手机 以及它对应的电信商 你知道很多这种 说半约的嘛 这样有多少被启动了 然后在哪里被启动 以及还有一些 必要的一些注册嘛 比方说像那种 iPhone 它不是有一些 比方说让你寻找手机嘛 宏达电的手机 也有类似的机制 就让你去注册 那这些东西都要需要开启 好 然后那时候遇到有趣的状况就是 会常常遇到超时 那时候 我们一开始也搞不太清楚 发生什么事 后来呢 直接讲结论 后来我们追了好久 发现实际管理的程式 好处 就是没有考虑到 因为这种 这种资料量 它是属于那种突然会暴震的 因为像你那样订票网站 就是开的时候一顿就打开 然后呢 闲着的时候 就系统是先前的 所以也因为那件事 在差不多 差不多十年前吧 开始去 就发生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效能瓶颈 它不只是效能而已 它是考虑到正确 就像我刚讲的 会超时 超时意味着什么 你背后的那些伺服器 所提供的服务规模 其实不足以应对 这些对应的要求 好 然后呢 在2008年之后呢 这个Slapper的引路之后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阵痛 就是说 其实你会看到说 当时有些讨论的 就是来自那个Slapper的引路 那其实Slapper一开始 也不是预设的 就是它是在某些平台是预设的 然后在 讲说你要知道一件事 在2008年还是有很多系统 是采用那种 三十二位元系统 或者三十二跟六十四元混合 六十四跟三十二的这个混合 其实是混很久了 其实两千零四年 Intel就是 MD就有这个MD64这种东西 就是X8664这种东西 然后但是呢 这个很长时间 三十二跟十六位元是混合的 那所以当时手脑玩 就是说 比方说三十二位元架构 它可能就是不是开Slapper 它是开Slapper 好 这底下呢有一篇非常好的简报 而且呢它有一个录影 然后所以如果说你对我讲的东西 觉得不是那么清楚 没关系 那你可以对照看一下这份简报 然后去找YouTube找对应的那个录影 那这个是在Linux Foundation 举办的Embed Linux Conference 2014年的这个研讨会上的这个Linux Cup 上面的这个演说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很有趣 就是他其实也是贡献的 像Slapper跟Slapper 这样的那个程式吧 那我个人是很幸运 就是说我在2014年刚好就参与这个议程 然后跟这个议程的一个主讲人有一些交流 那所以我就把他一些 他在一层上讲的东西 以及我们事后交流的东西 快速的在这边做重点提示 好 然后呢 我们刚才提到Slapper的那个历史因素 就是它最早是来自Sung-Michael 然后Linux 2.2之后呢 把这个Sung-Michael这些想法 把它发扬光大 然后呢 它本质上的设计就是一种 一种一种Caching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 这个东西 很有趣 就是说它是所谓的那种Performance Sensitive 就是其实呢 Slapper的这个情境 还有它的使用状况 其实很关键 那要看你怎么用 然后 当年Sung-Michael System 发展这个Slapper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着重一下一些很特殊的议题 像是说 像这个网路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Sung-Michael System 它是一个网路起家的公司 在1980年代初期 就是 它是在 细轨来讲是非常神奇的公司 就是 绝大多数的公司 可能背后有一些 厉害的人 或者说有一些 总会有一些 说出一些特色来 那但是呢 你要像这个Sung-Michael System 就是说 它从这个 从 当年它创办的就四个人 而且就是 里面很多是这种 Standford的人出来的 还有 还有 Bealjoy 传奇的 Bealjoy 然后这个Bealjoy 这个是非常传奇嘛 他是很传奇的人 然后他当年就是BSD BSD的第一版 就是他翻了出来的 然后后来他就是 就是共同创立的这个Sung-Michael System 然后Sung-Michael System这家公司呢 在成立半年就获利 这个是 很奇特的事情 其实这件事一直到 现在也没有多少公司 可以做到这件事 半年就获利 而且 而且他的成长 尤其在 这个 Internet的 这个 泡沫化之前 这每年根本就 就翻倍 非常大的成长 然后你可以看说 当年那个Sung-Michael System 发展的Step 有个很重要的用力 因为这家公司的 核心业务就是网路 所以他花了极大的力气去调 不要说 像这个 这边提到 就是在网路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那种 那种小的物件存取 那往往他都可能16个byte 或者更小的 更小的空间 那16byte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像那些pointer啊 或是像一些 某些资料结构的变更啊 比方说去告知说 Incoming packet啊 或者说这个 这个connection的状态 变更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Slave就办一个非常 有效率的角色 他透过他本质上的 那种cash的设计 就可以 就是实现出一个 相对好的机制 像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呢 我们有帮他画一个重点 就是说 它是什么 Benchmark frindering 就是这其实 在很多那种 只要是用那种 平凡连续的测试呢 它可以表现非常好 好 然后再来说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 slab 那注意到一件事 因为slab非常成功 虽然slab现在已经是linux 主流的linux发行套件 所预设的allocator 但是 但是你会发现说 我们在提这个机体管理的时候呢 往往还是提slab 因为slab实在太成功了 虽然预设是slab 所以注意到 这个这个有点烦的呗 虽然预设呢 在很多系统预设已经是slab 但是呢 你在看那个文件的时候呢 它还是讲slab 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 其实它在讲slab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 我们会想要知道说 系统中的这个 系统中的这些 机体管理啦 还有机体配置器啦 这些之间的关联 先来看右下角 右下角呢 就是说我们真的一些userspace的程式 所以比方说 我们会透过malloc 通过free啊 这种这个library 然后 像我们之前有提过说 像malloc呢 其实它是透过什么 透过sbrk 或是透过nmap 去存取到kernel里面的这个 系统呼叫 然后再做特定的事情 然后这件事呢 不管是透过 透过sbrk 或是透过nmap 然后它本质上 有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机体管理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呢 有没有看到这张图 就是这个图呢 然后这边呢 就分什么 像这边讲说 有small object 所以你看到 一个真的小部件 像提到像什么 像16个byte 这种东西 然后就是会透过什么 透过slap 它本质上是一种cache 然后呢 再来是说呢 有些呢 是它会是好几个page的 相对比较大的 好 所以就这样 我们有这个small object 然后呢 再会略大的 比方说是那种 4k再乘以16 或者乘以32 这种略大的那种 它就对齐到一个page frame 好 那所以呢 它就会有一个专门的page allocator 好 那特别注意到为什么要 针对这种page frame 我要特别去处理 因为我们前面 其实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嘛 就是因为这件事跟什么 跟page forward 关 那更正确的说法呢 这件事还跟 什么有很大观点呢 跟cpu topology有关 就是比方说像我们前面讲到numa numa呢 在这个 对应的page allocator 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虽然没有讲细节 但你可以想得出来嘛 如果你的cpu topology是这种 比方说记忆体是不连续的 所以呢 我今天要从某一个区块 存取到另外一个区块 它在实体上是不连续的 所以你需要透过什么 透过你的cpu interconnect 又透过一些 必要的一些同步机制 然后你要 能够发一些必要的中断 那这个耗费成本是相对这样 相对是这样大的 那除了像刚才透过这个sbrk 通过nmap 这样系统不需要去存取的 其实往往呢 存取 就是需要配置记忆体的地方 多的是啊 像是什么党内系统 注意一下 这里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说法 其实 kernel 几乎你可以说 到处都有配置 配置动态记忆体的需求嘛 网路会需要 党内系统会需要 那你说图形处理要不要要 废话当然也要 好 然后呢 除了这里外的话呢 Divide Driver 也会需要去配置记忆体 而且也会看似 配置小的区块 或者配置大的区块 好 然后呢 右上角你可以看到一些 kernel的API 注意到K开头 就是 K开头 很多都是那种 kernel的API 然后 当然kernelAPI 不是只有K开头的 kernelAPI 多的是 有些名字很奇怪 好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来讲话有K-Maloc K-Free 好 然后这个东西呢 大致上呢 可以对应到什么呢 对应到 userspace的版本 好 所以比方说呢 像这边 K-Maloc 对不对 可以看到这边什么 这边就是大小 那Free的时候呢 就是指定什么 集体规矩 对吧 好 然后所以这个用法呢 就是相似 好 不过注意到吗 他用的时候呢 除了给大小以外 还要给一个什么 一个Flag 好 就是在Linus kernel里面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那种Flag 而且这个东西 会随着Linus kernel的改版 而会有些不同 好 然后呢 这个 ZLK开头 基本上它就跟 跟什么东西很像呢 就跟这种 呃 就是配置的时候呢 我也把那个 记忆体把它清掉 好 像这种东西 嗯 好 所以说 比方说 这边会配 像这个 K C Allocate 好 那这个就是 配置的时候呢 会把清的零 所以呢 就像这个 K Z Allocate 也是这样的东西 好 然后呢 说这以外的话呢 会有一个东西什么 叫 K Main Catch Allocate 跟 K Main Catch Free 好 那注意到呢 这东西呢 跟 呃我们讲这个 A Locator呢 就是 你可以思考说 上面的是比较高阶的 好 那底下就比较低阶 碰到一些 就是说 我机体配置呢 上面是 我希望多大 然后做哪些动作 那底下呢 是直接碰到它的这个什么 碰到上面的Caching 然后就碰到底层的Caching 那除了这以外呢 你还可以依据CPU 就是Topology DG 比方说像你Numa 然后你去碰触到特定的Node 所以就这样 这是这个Kernel的API 那你说 为什么要切这么细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往往呢 这个Kernel呢 不能把这个API包的太高阶 毕竟高阶的API是给谁用的 高阶的API是给 就Kernel的原则是这样 高阶的API像这样 画面能看到这个东西呢 它是给入手用的 那Kernel在内部呢 尽可能把这种高阶的 比较东易的 跟比较低阶的 然后可以管比较细的 都提供 然后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Linux Kernel发展 一直都遵循这种机制 就是说 Linux希望好玩的东西 有趣的东西是放在userspace 就是Linux Twaz 在2001年有讲过 类似这样的话 我讲的可能不是很精确 它大概意思是说 就是Kernel里面呢 应该是做很基本的事情 那但是真的好玩的东西 不管是资料库啦 网易伺服器啦 这应该要在userspac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右下角userspace 是真正做很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区块链啦 资料库啦 什么图形处理啦 什么自动驾驶 那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那Kernel呢 就是来支持这些应用 这些基础建设 得以让它俊作 好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示意 就是稍微提下这个历史的渊源 好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slope 它虽然叫做knrlocator 也就是说在BailLab实作 但是它就是一个概念 它就是最精简的实作 然后slope呢 其实在linux kernel存在 其实到今年为止 就刚好20年 这么漫长的时间呢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 所以即便是它后继的这个slope 其实也是站在slope的基础上 甚至你会发现很多工具 比方说这样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slopeinfo slopeinfo 那这个东西呢也可以用在什么 用在slope 鸡车吧 这个呢 这个呢 这标题命名叫什么 标题命名叫写 写说slope 但是你看slopeinfo 是可以用的 所以你会觉得这就是 有点趣味对不对 好 然后所以刚才底下写这些选项 这是linux kernel里面真的很特别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linux核定设计讲座 花了很多时间讲历史故事 不是为了要 要说我们懂多少东西 而是说 你在探索linux kernel 而且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linux kernel是活着的 你如果对过往是没有概念的话 你根本就无从了解现在 那你从过往跟现在都无从了解 那你怎么知道未来在干嘛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对未来有点足够多的认知 你大概知道这个 这个演化逻辑是怎么样 一回事 演化的流程是怎么回事 那其实呢 你就会更有效率的去迎接linux未来 否则永远你就在追赶那程 是吧 这个linux kernel 每分钟是改版多少次 改版了这样八次 这个很可怕的数字啊 就不是八行啊 这八次可能是几千行 或是几百行都有可能 这个关键在哪 关键就是在你能不能掌握这个逻辑 我们去思考一下什么叫逻辑 逻辑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做事的一个准则 它不见得完完全是死板的 那也许怎样 它是有条件的 那但是呢 这些逻辑呢 你掌握之后 很关键对不对 你可以知道 过去是这样子 然后当时遇到什么考量 然后当时做了哪些取舍 那如果未来呢 系统更得越复杂 好 当时做的取舍在这个什么 接下来的状况就不见得一样了 好 那我们就去思考一件事呢 这个很好玩的 就是说你看这一页直接写什么 说slab呢 是benchmark rendering 也就是说我今天做的这个benchmark 有很多这种小物件 连续做 连续的配置释放 配置释放 那我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数据 但是你可以看slab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liners的一个很典范的考量 是吧 它就是execution time rendering 就是说 它其实追求的东西呢 不是只是在统计上 不是在做效能评比的时候呢 它是得到好的数据 而是说 我们在希望在整体 整体的执行时间 可以这样 是一个合理的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 这一页呢 是当时作者有讲的 就是这个 这个主讲人有说过 其实他是他的观察 这个 这个其实 每个人认识不同 毕竟这东西存在很久了 大概1991年到现在 刚好是这样 刚好是这个liners的发展 超过25年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会变 会不太一样了 你如果去看别人的这个 别的讲座 有时候才会有些时间落差 那我个人觉得说 如果可以的话 一定要去参加 定时访队群举办的这个 研讨会 虽然这些研讨会 很多 厂次都有录影 但是 毕竟你实际上去参与是不同的 而且毕竟 很多人准备的简报 跟他讲的 其实不太一样了 然后最重要是会后的交流 最有趣的地方是 两个可能不同想法的人 他会做在一起 然后才可以PK 那你如果就可以去参赞 其实可以取到蛮多议题 好 那总之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说 在1991年的时候 他其实是这样 就是一个很简化的设计 这样的stop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 1999年以后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Linus的什么 Linus的那个stable 就正式的被引入了 然后在2008年之后 2008年前后 就是把slub跟stop 就真的被提出来了 好 然后 那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 后来这个slub 就是 slub就变成主流的一个词作 然后 这几个名字是可以稍微记一下 就是说 我看一下 像这个 像Mate Mate 就是这个 攻陷这样像slub 然后 像这一次议程的主讲人 他就贡献了这个slub slub 还有跟相关的NUMA架构 所以他其实做得非常地 就是 其实去参加研讨会 最大的乐趣就是这样 就是去第一手的资料学习 好 否则你永远就看这些 整理资料 不然我讲的东西 都是第二手第三手的 其实 就很远了 好 然后 所以先来看slub slub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 高度简化的一个设计 然后 它想办法让这个 机体的使用量 降低 然后但是它对于这个 freqmentation呢 其实它的 处理方式会比较 比较弱 当然有些策略啦 比方说这边提到 就是说他 在这边来讲 就是说 我想要去降低 这个什么 依据空间 去降低这个 这种水平化 但是它整体来讲 它的那个 处理 处理那个水平化的状况 是比较 比较不理想的 那当然它有个好处 它的程式码是 相对slub 跟slub 来讲的话是 简化很多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画面来讲的话呢 这边有 比方说这边有这个 free 所以这个 有三条 什么三条 三条 然后 然后它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free list 去维护 有点像说 嗯 有点像你去思考说 像 邮差吧 就是邮差寄送的嘛 寄送那些邮件 那邮差寄送邮件的时候很麻烦 不是 不是每次都会寄送成功的对不对 就是 可能这种挂号性的人会不在 但是 但是麻烦的要是 你有可能有一区啊 比方说有一区这种 都会区嘛 就是 或是那种 比较老的那种住宅区啊 比较麻烦嘛 比较老的住宅区 它没有大陆管理人 所以你寄送的时候 他往怎样 没有大陆管理人 他寄了 寄送 然后就发现人不在 那人不在怎么办呢 这就是有趣嘛 对不对 你就只能记录下来 记录说 这个人不在 那或者 如果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种 限时挂号的 或者送挂号的 人家留一张什么 留一张挂号单 然后你说 接着它下一步要去哪里 这下一步去哪里 就很关键 因为很可能它下一个地方 还是一样 找不到人 这是一个 那或者说 辛辛苦 走了 然后发生一样 根本就是 这个位置根本是无效的 有没有可能 有 那你可以看到 记录管理也可能有类似重要 就是说 我今天要去配置 配置其体空间 我大可把所有 机体都走过一遍 这是一个策略 但是我们在前面讲 八第四十神收入 我们希望避开这种走坊 因为如果说 你需要把所有的 机体的空间 都走坊一次 这个是非常巨大的成本 所以八第四十神 关键在哪里 就是先适度去切割 所以比方说 它的策略是2的n次方 那注意到 八第四十神有很多变形 所以有些 可能不是只有2的n次方 它搭配一些额外的条件 但是概念上都是相似的 就是说我呢 需要去维护 一个free list 所以比方说 我今天要去配置空间 就像我刚才讲的 像邮菜一样 他要去想 他去哪里 他那种顺序 要怎么做 才能让他投递 交付这些什么 交付这些邮件 他的成功率可以 可以达练好 而且他要考虑到 他整个路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在这边来讲的话 这是一整个page frame 然后他把它切割成路干 就是这样free list 所以我在配置的时候 就是从 就是像这个区域 中间这个区域 以及右边这个区域 它有不同的 它有这个free list 所以它本账做的东西很单纯 所以在这个碎片化 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状况呢 就是说如果你配置物件 其实它没办法刚好fit 它可能需要下一次 那就是说我今天摆放的方式 它可能用大小 就可能大大大小 或者说大跟小的交错 然后因为这边的设计来讲 它没有一个比较 比较 就是它的这个defragment 是建构在什么 物件的那个容量 那它没有一个比较 复杂的策略就是说 我把这个不同的这个page frame 之类的 然后重新去做安排 这个地方失败不做这件事 好 但是snob呢 就会做 而且snob做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搞得很复杂 就像刚才前面提到 有的是CPU Pnode 那是还有帮什么 跟cache的harness 就是跟那些cache使用做法 所以在其实某个角度来讲 你把那种典型的memory 还有rocket里面的cache 那种策略把它搬进来 而且这件事呢 其实在 当 就是在最早 最初 最初有一篇论文嘛 在这边 这边发表论文 这篇论文大约是在2000年年发表的 然后 那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后来linux在这方面呢 就是snob上了 snob做了很多调整 然后 然后呢 比较麻烦的样子是什么呢 这个 就是因为它的设计呢 是本来就有卡比较多核的 所以接着你会有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就是说 会有一个scan的状况 所以我们今天讲那个slub s-l-u-b 那个u 是uncue un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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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e就是在snob上面出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snob的 设计是很单纯的 反正我就是去维护一个free list 然后让你去安插摆置 所以这个fragmentation的状况呢 这些碎片化的状况呢 完全取决于什么 你这个 物件大小 大小的那个状况 然后 但是snob呢 它就有一个 它有一个很复杂的q 那这个q呢 跟什么有关 跟我 它对应的这个memory parts有关 然后注意到这句话 然后呢 跟我什么呢 跟我这个不同核的状况 不同cpu核的状况有关 先有点概念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 你接着看到什么事情呢 然后看到snob的时候 我们只要讲什么 讲patchframe就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 切换到snob的时候呢 整件事变得很复杂 这叫什么 叫做perframe free list 所以注意到 你看这个东西 这边就有一个fi 所以叫什么呢 index of free object in frame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snob的设计来讲话呢 它就这样 它就有跨越非常多的frame 而且呢 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跨越非常多frame 然后呢 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把其中一个什么 一个fi 就是这个 这个在frame里面的这个 free object里面的index 如果把它取出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很乱玩 它这个 它会有一些标注 这个标注的策略呢 你没有发现 这就跟我们前面讲那个什么 还记得讲那个组合肉的故事吧 这个 就是组合肉 这个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说呢 这个 其实就是会有什么呢 就会有一些什么 类似这个策略 就是我去搜集一些碎肉渣 然后用蛋白质重新link 好 好 那注意到的 这样的一个组合肉的策略呢 其实在很多座异熊 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那bounce slab 也有这样的一个 策略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整个snob 变得 变得很有趣 你看 就是说前面的slope 你只要管一个什么 管它的pageframe就好 所以为什么这个程式码 复杂度差异很大 因为这是完全不同思维 slope 他就是去追踪不同这个frame 然后追踪不同frame的话 还要去看说什么 他是有在用的 就是他是 是否他是active 就是或是inactive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你看到说呢 我们其实就像组合肉一样 去标注什么 标注不同地方 是能用的 就像前面讲那种水流渣 或是标准说 这块弄 我这个区域 我们有在用 还是没有在用 那这样的好处呢 是让我们有一个 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思维 在这个snob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说 在snob这个策略 其实它就是 它还是那种unit first fit 的一个延续嘛 就是说 你可以去思考 这个 其实就是配置空间嘛 当然我们尽肯 是让它在同一个pageframe 但是如果在这个pageframe 找不到怎么办 对不起就找下一个 那下一个找不到怎么办 再找下一个 可是呢 在snob出来之后呢 这个策略就不一样了 其实它允许你这样 因为它有好多个fi 所以呢 我可以去从 这个fi 去知道什么 知道现在 记忆体使用的状况 所以呢 我可以很快的判断 我该在哪一个frame 里面去什么 去存取支援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snob的设计 已经有考虑到多核了 在多核的时候呢 注意到 在多核的情况下 snob往往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不管 不管它是用first fit best fit 那 不管它用什么样的记忆策略 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呢 我们今天是脱动snob的策略 我一次就看一个pageframe 那会有一个遇到很大的问题 是 当我某一个执行区在配置的时候呢 其实另外一个执行区 是完全没有插什么空间 好 因为 这个pageframe找不到 要走下一个 这个找 下一个找不到怎么办 走下下一个 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snob的出现很有趣 它的设计呢 因为我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一个全貌 好 注意到 我一开始可以看到全貌 所以导致呢 我们在这个 设计思考的时候呢 就可以这样 就会看得更广 好 然后更关键的地方是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保护机制 我保护的 不是一整个frame 好 我们只要知道 我们能够从fi去追踪 好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保护的时候 其实是底下那些fi 好 用来描述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思维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 因为我们 在配置记忆体的过程中 我不用去真正 碰触到这些物件的内容 好 我们甚至不用知道物件的属性 我冲到来只要去追踪 这个 这些fi 好 但是呢 我一样呢 还是可以给你一个 一个纵观整个这个 记忆体的配置 跟它的那个使用状况 好 那所以呢 那这导致什么呢 这导致 在kernel里面 我们这边讲的kernel是linux kernel 注意到 这个跟那个 上OS已经有很大不同 也就是说 刚才那一篇 我们提到那篇论文 里面那个术语 就会有很大不一样 你可以先读这一篇 就跟你讲 他会跟你讲说 他一些 一些在多核 一些设计的考量 但是 但是接下来 我们是在讲这个 我们是在讲这个linux kernel的部分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fi的概念之后呢 下一个要探讨的议题就是什么 就是在kernel上好 到底去怎么去实作 休息一下 好 我们再继续探讨 那这一页是非常经典的这个设计好 注意到就是 我们理解linux kernel说不要太依赖 思理图啦 因为毕竟 思理图是让你起步 那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linux kernel的这个 程式码变动很大 那像这一页的内容 其实你如果真正去看 对你的程式码 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落差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就是linux 这个是记忆体管理的第三部分 我们现在是第二部分 但是我们实际上还有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带着大家去追踪怎么 就是 比方说我们就带着大家 通过一些工具 像这边在讲话 有些工具 然后带着大家去看 真的记忆体配置 就是不管是在 User Space 在Kerno Space 到那种配置 那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 以我的观点来讲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毕竟 这种图画出来 即便是 第一手材料 就是这个Kerno开发者告诉你 但是你可能是要去质疑 不是说他讲的错 而是他在讲那个时间点 不要说这份投影片 是什么时候 这投影片是2014年的投影片 对不对 距今已经五年了 你说五年会不会有发展 那五年过程中呢 会不会有额外的思维 会 好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是从 从这个 五年前的东西来看 好 然后所以呢 第一个你先看左上角 左上角有一个东西叫 Main Cache 就是K Main Cache 然后这个东西很关键 这边在什么呢 我们从上面那一页 可以看到 它其实会有一个叫Colorine的机制 那Colorine的机制 基本上是 这种着色的这种技巧 是很常见的 不是只有Kernel才有 这其实在像一些 你会看到像Compile Compile的领域 比方说那种 在我们有个东西叫什么 RegisterAllocation RegisterAllocation 比方说这个 RegisterAllocation在做什么事情呢 在 它 它做的一体其实很 很好理解 就 比方说你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 我们写这个 编译器 就算不是你自己写的 但是 但是没关系 就是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像那个编译器啊 它会产生比方说 它会从C语言 或者从Java 产生出一个中间形式的语言 就像你画面看到这个 NOV啊 SUV这个 那你可以看到它用到的 战断器是什么 R1 R3 R5 R4 R6 R3 R5 R1 R5 R4 R4 R5 R5 R4 R2 R5 R3 R2 R5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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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Graph 那透過Graph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現 其實我根本就不需要這麼多的什麼佔輪器 所以我們可以把佔輪器的使用把它減少 那這個使用的減少的策略是什麼呢 這就是叫Register Location 然後你要知道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像GCC啦或是LVN 他們的這個IR 也就是中間的表示是 往往他們裡面會先假設 我用的佔輪器 就是它的虛擬的佔輪器有無窮多個 但是最後我們要產生Machine Code的時候 不能輸出這個Intel架構啦 Aunt架構 其實它是什麼 它的真正你用的佔輪器是有限的 所以我要把無限多個佔輪器 把它對應到有限多個的時候怎麼做呢 就是有一個重要的策略是什麼 就是透過Graph的Curling的方法 好 然後這個時候 在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機體配置也有類似的現象 就是說我們其實呢 雖然機體看起來很大 就是說即便你看這樣一支手機 像我之前在第一個系列的時候 第一個部分的時候跟大家講 像有很多手機 它配置的記憶體空間 可能就是6GB 這個非常瘋狂的一個數字 好 但是呢 這個6GB這個空間其實很尷尬 為什麼說尷尬呢 因為雖然空間那麼大 其實有時候你記憶體配置還是會失敗 為什麼 這道理簡單 因為你開機就要配置給什麼 配置給GPU啦 配置給那些什麼美圖秀秀專門用的那些什麼 那些跟 Edge AI 好 跟那一些 影像處理有關的那些 這些機體就開始要用掉 所以我的BootMem BootMemory 就前面講的BootMem BootMem 這個 像這樣 就是像這樣的東西一啟動的時候就是怎樣 啟動的時候就某些機體就會被配置掉 然後呢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Kernel運作的時候 總是要佔一些空間吧 對吧 好 那除了Kernel運作所佔的空間以外呢 其實往往呢 我們實際上考慮的東西還多 那 因為你要考慮到就是說 比方說像Android的系統 它啟動的時候會有一些頻繁的物件配置 那也會有個大大小小不同的物件 物件是怎樣 會有被建立會刪除 然後呢 不同物件還有不同的生命週期 所謂的Lifetime 然後 所以導致了一個很有趣的限量是什麼呢 其實 這個過程中無可避免一定有那個Fragment 那就算有再好的這個Defragmentation 這些碎片還是會產生 或是說因為生命週期的考量點 有些物件就是因為生命週期比較長 所以導致它不能 被很早期被釋放 那反過來說也是因為像是 像是程式員的考量點 就特別是像那種 像Java這種 它會做那些像機器啊什麼 所以它的釋放可能會很頻繁 或是說它會依據它不同的 情境不同的這個壓力狀態 使用的壓力狀態 它會有不同配置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透過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叫做Coloring 注意到左邊這個Coloring 所以我們去標註呢 每一個什麼每一個Page Frame的內容 我們就去做對應的標註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看到說 Cave Main Cache 就是這樣子一個什麼 一個基礎單位 它去描述機體的資訊 所以它去描述我現在的這個 著色的狀況啦 我去描述我現在的什麼 空間啦 它的這個有效的這個物件大小啦 還有分享它的一些屬性 這邊講的屬性就是說 比方說像它的那個什麼 呃 這這東西 對應到它分享的狀況 好 就是說這個這個Page 我這個 對應的Page 我該怎麼去描述 然後接著呢 裡面也注意到 裡面有個東西叫什麼 Array 那Array裡面呢 就有個對應的Array Cache 這個Array Cache 很好玩的 就是說它會幫你說 去影視力標註 有效的空間啦 它的它的大小啦 然後接著呢 會有各式各樣的Entry 這個Entry才是對應到什麼 對應這些有效的空間 好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把前面講那個 組合肉的故事把它拿過來 所以我要去描述我組合肉 我要去描述說我這個 真正能用的地方呢 是透過什麼 這個Array Cache 那Array Cache呢 又包含在什麼 在Memory Cache裡面 好 所以你看Memory Cache 是一個很低階的物件 它去描述這些這些 這些議題 好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你看 接著看右邊 好 就是呢 我們實際上呢 在 存取機體的時候呢 其實呢 是 是透過右邊這個Node 所以你發現是 右邊這個 Carray Memory Cache Node 它就是什麼 它就會有這個 就有這個Partial List 然後還有這個Full List Emplity List 然後就是 就是這些List 會標註出來 那因為我要考慮到多核 所以它有一個 對應的跟ListDock 注意到ListDock 它不是只有一組 就是它其實是 是依據我們的需求 就是這個 這個跟不同的計算架構 會有一些 或多少 會有一些落差 好 然後呢 再來是說呢 它上面會 就是說我用這個List 去描述出什麼 它會有一個 對應的這個Descriptor 好 那你可以看說 所以左邊你可以看到 這K-Main Cache 是描述什麼 真正 好 我能用的空間 還有它對應的一些 必要的描述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它本質上就是一種 一種相當於記憶體的MetaData 什麼叫MetaData 描述資料 描述資料 所用的資料 所以就叫做MetaData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像什麼 就是描述機體 所特別去配置的一段 特別的記憶體 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在右邊 右邊我們剛才不是講到 有一大堆List 所以我要怎麼把這些資源串連起來 因為實際上我們會希望 注意到這件事 我們會希望說 機體配置的過程 不要直接去碰觸到這些內容 因為如果每次都要直接碰觸到內容 我們就會陷入像Stop這樣的問題 第一個它在多核的狀況下是 使用是很沒效率的 第二個是因為它缺乏一個全貌 它往往每次只能看到一個Page Frame 但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是跨越多個Page Frame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不要直接碰觸到這個機體內容 我們透過一個更高階的全面去看 或者你去想一個比較網路流行語言 就是上帝視角 從上帝視角去看 有點像你去打什麼AOK 什麼司機體 我可以用切換到上帝視角去看 我這個應該在哪邊去開墾 去哪邊去挖礦 注意這些這些東西 好 接著我們來看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右邊這個東西 就是所謂這種 從上帝視角 我去配置 配置這個物件之間怎麼去串結起來 接著我們就會搭配一些 對應的一些Cache Repression的策略 比方說這邊有個LRU LRU就是對應到前面講這個 這是很常見的一個策略 就是它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種replacement 當然你的replacement的策略 是非常多的 那這個LRU的策略是什麼呢 就是說 List 它的這個全名叫什麼 叫做 List Recently Use 那所以就是說 Listen Use就是叫什麼 Listen Use就是最近常用了 然後加一個例子 最近碰個少了 那所以就是它的策略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如果呢 我的Cache 因為Cache是一個很寶貴的資源 它不可能怎樣 不可能非常大 所以它的Cache 非常有空間空間 那所以呢 我往往就有個問題 如果我Cache空間買了的時候 我到家 要替換誰 所以就替換一個什麼 最不常用 好 最近不常用 好 最近不常用 不是頻率上最不常用 而是最近 最近某個時間點 從那個時間的可能點 好 那所以呢 我用TOWER像這種LRU 這種什麼 就是去表述說 我要怎麼去替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右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策略 好 我怎麼去描述字 就是左邊呢 是一個Metadata 右邊就是對應到演算法 對應到這個 從一個上帝視角來講 它的就是什麼 它的一種 Strategy 就是它的策略面的部分 好 這是Slab 好 那Slab呢 注意到 Slab好玩 那是什麼呢 Slab好玩那個U 記得嗎 U剛剛講過很多次 它叫做I'm Q 好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呢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個右邊來講的話呢 它的不管是用什麼樣的演算法 不管用什麼樣的策略 那本質上呢 它就是你可以想說 它就是一個又一個的Q 對不對 因為我們左邊 左邊的地方是什麼 描述資料的資料 那右邊呢 是我各式各樣的演算 各式各樣的策略 那注意到一定是 這邊各式各樣演算 各式各樣的策略 其實呢 往往呢 我們要考慮到 實際上用的時候 要考慮到不同的核的狀況 甚至還要考慮到 實際上 程式行為面 注意到行為面 那 前面有提到就是Slab呢 在這個 在這一次這個 這份那個 投影片的主講人 他有講過什麼 他說Slab是 Benchmark rendering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設計一個Benchmark 比方說大的物件一直配置 小的物件一直配置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Slab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 但是呢 這個Slab 好注意到 Slab是一個有確定方式 在2008年以後呢 Kernel開發者 想要著重在什麼 轉體的配置時間 轉體的執行時間 是要什麼 是要優於Slab 所以他在這個設計來講 他就考慮到很多議題 其實其中有個議題叫什麼 叫做Locality 注意到這個東西 Locality 好 那我們回來看這個Slab 其實思考一下Slab 它本質上什麼問題 本質上它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呢 在考慮到 兩個議題的時候會變麻煩 第一個什麼 多核 多核就會有什麼 多核就會有Loc Contention 也就是說 我今天我這個Loc 就會有什麼 會有競爭問題 畢竟我們去做變更的時候 就是變更整個 這些object之間 怎麼串接起來的時候 好 那 雖然我們在這個Slab 來講的話 已經有個很大的公式 就是我抽到我們最終的資訊是從FI 就是最初的資訊是從FI的 所取得的 我不用真的去碰到 記憶體內容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但是呢 我在做前面講的一些那個 不管是做替換啊 或者再重新什麼銜接的方式 這個東西就無可避免就會有個Locking 那這個在多核的狀況呢 會變得非常嚴重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什麼呢 就是說呢 考慮到像Numa 像Numa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不同的那種 機體的結構來講的話呢 這是下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說 在原本Slab的設計 其實他沒有考慮到這件事 他沒有考慮到那種CPU Topology 或者考慮到這種 不同的這個串接的方式 會導致 策略上會不同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件事 Slab的出現呢 就這樣 希望可以去做這個突破 所以 一樣 其實他本質上也有這些 這些Partial List 但是呢 設計都更精細 就是說 每一個Page呢 注意到這句話 就是每一個Page呢 它其實怎樣 它會有一個對應的那個CPU的描述 然後呢 同理 上面講的這些Partial List Full List Amplicated List 基本上怎樣 也會有個各自CPU的描述 然後呢 除了這個各自CPU描述以外呢 還有講到前面的是什麼 前面講的這個 像Numa這樣的設計 好 所以呢 就會有個好玩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它會有一個以Page為基礎的一個策略 甚至還可以允許一定程度的交錯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 然後呢 在整個Differentation 就是去除這些碎片的過程中呢 它是引入更多的策略 所以你必須把 右邊這個部分 你會想說 我今天還有再多一個維度 多一個部分去描述什麼 描述我要怎麼去做這個 去除這些碎片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Slub呢 其實比Slub複雜非常多 而且在不同的架構 不同的架構下呢 還會有一些什麼 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異動 好 所以你看這句話好玩的 他說呢 這是目前什麼 目前真正的一個 就是 預設著這個Slub的Allocator 所以你知道 因為Slub很成功 所以即便Slub提出來之後呢 其實我們會把它當作是Slub的擴充 那你可以想說 這個Slub 就是在機體配置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三個東西可以選 有Slub Slub 跟Slub 那Slub是最精簡 然後呢 然後那個 預設的Slub 配置器呢 是Slub 當然你可以退回去 典型的Slub 有概念吧 好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 看這張圖 注意到這張圖 是一個高度簡化的圖 我們先來看一個東西叫FP 我們看到這個方框 這個FP 所以注意到這兩張圖的差別 就是說這邊有個東西FP 所以當然 我們就先看那個有變動的部分 好 這邊呢 FP呢 叫做FrozenPageLock 所以注意到呢 我每一個Page呢 它會有什麼 就是它的這個 會有一個對應的這個 CPU 注意到啊 它這個 我的Page呢 它的那個管理策略 是會有對應到CPU的 所以注意到呢 在原本那個Slub 它的那個Lock 是一個什麼 是比較 比較廣的 比較全域的Lock 但是呢 在那個Slub的設計來講話呢 它就考慮到這個 多可的狀況 所以它這個 這個東西 會有一個東西叫FrozenPageLock 注意到這件事 好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描述的部分呢 還是少不掉 會有這個ListLock 但這個ListLock 注意到這個東西啊 這個ListLock 原本呢 它是在這個Node的部分 那但是呢 在Slub的出現呢 就變得很好玩 就是這個FrozenLock的這裡 好 然後呢 這張圖呢 是一個高度簡化 那所以接下來 我跟各位補充一下 這個東西簡化哪裡 第一個呢 它把這個 對應的像是什麼 ArrayCache啊 這個東西啊 它把簡化其實一定要 要擺類似的東西 好 不可能沒有 所以注意看 這邊有一個什麼對應的 什麼CPU Step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被簡化的部分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在右上角部分 右上角部分呢 其實它這個 隨著Kerno改版 其實這個Slub呢 其實有跟著變更 好 但是不變的地方什麼呢 就是還會有一個什麼 就是什麼 像Amplist PartialList FullList 這樣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還是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對應的 好 然後呢 因為Slub 是預設的Slub的實作 所以呢 其實SlubInfo這個工具呢 其實也是可以用 好 那這個SlubInfo這個工具 有什麼用呢 其實它可以來 來讓你去 去詢問一下 記憶體配置的狀況 好 然後呢 那當然你可以去做一些 必要的調整 注意到 後面幾項呢 是在 如果說你有接觸到一些 比較複雜的那種 雲端的管理 這是超級關鍵的 因為 因為你要知道 像那個AWC的EC2 EC2就是每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建構在那個亞馬遜提供的一些什麼 亞馬遜提供這些機器上的那些虛擬機器 好 所以呢亞馬遜呢 它的那個雲端的機房呢 它提供了非常多機器 然後呢 它透過這個KVN啊 透過這個 這些虛擬化技術 讓你去存取其中某一些的instance 好 那這個instance裡面 就要怎麼收費呢 當然這個 AWC不是做慈善的 它是使用條款 一開始要告訴你 你要綁定一個卡號 綁定卡號之後 它會跟你講消費 而且消費是 就是即時的扣管 對 好 那所以像EC2 它的扣管依據是什麼 比如說CPU的使用量 網路的使用量 儲存空間使用量 光這三個就可以很大的差異了 然後呢 這個 其中CPU的部分呢 又可以講得更細 所以像什麼 什麼記憶體的用 使用量 這個東西都要算進去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 像雲端的主機 這種什麼 這種 這種 這種存取的是超級重要的 好 因為我們要希望讓 單一的instance 它的效能 可以達到一個夠好的境界 也不要說最佳話啦 其實還沒有 多數的Case都還沒有最佳話 我們要觀察 到底機體是怎麼使用的 假裝我們這邊看一個主機 看某一台主機 假裝呢 你就看一個什麼 這個 main info 好 假裝你可以看到說 像我這台電腦 這個 看起來資源是 是 是很豐沛的 但你可以看到 我剩下機體是少很多了 如果說你用HTOP的來想 來看的話呢 你看 我這台電腦呢 就是它有32G的這個空間 但是 可很不限的地方 是很快就用那樣什麼 用的要28.6G了 所以我剩餘的 剩餘的這個空間呢 其實 其實不多 好 那可是好玩那樣什麼呢 你看喔 會有個man free 跟man available 那你發現奇怪 這什麼鬼 這個東西很重要 剛剛提到 雖然 記憶體管理的是整個linus kernel裡面 最最最最複雜的 這是我的觀點 但是我相信 應該很多 開發者應該有類似的 會同意類似 這樣的一個說法 你看 難就難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看喔 我 我閒置的東西呢 是這麼大 但是呢 我available 就是說其實呢 你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好玩 你光搞懂free跟available 其實你就要回到看什麼 看slab 看slab 好 然後呢 除了這以外呢 還要看另外一個什麼東西啊 比如說有cash 所以你要去講 這東西跟什麼關 對不要懷疑 就跟左上角 跟右上角 是有高度相關的 所以如果呢 你不對這個slab slab 有足夠多認知 你根本連那個什麼 連輸出的爆表都看不太懂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 你看下面 你看到swap 紅色的點 紅色的區域 那你可以看說呢 我配置的那個swap空間呢 是超過64GB的空間 但是呢 我實際上我已經用了什麼 其中的13.67的swap空間 然後這個東西會對應到哪裡呢 注意到這下 對 你看 我配置那麼多 然後呢 我這個swap 閒置的swap空間是那麼大 好 然後呢 你看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反映到你這個認知了 好 接著再去看 比方說底下有講 anormous的page 還記得我們前面講那個 查閱那個main page的時候 不是有看到這個 nmap nmap會透過這個anormous page 來做什麼 來配置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底下有什麼 有map 然後又看到什麼 shm 然後呢 這時候看到熟悉的東西出來了 slab 所以接下來 我們想要帶著大家 透過一些實驗 然後去看slab 以及slab裡面呢 標示說哪些東西是reclaimable 就是說可以回收的 哪些東西不能回收的 然後呢 包含說坑裡面做什麼啦 然後這個 裡面有多少page啦 然後 再來是前面不是講到一些什麼 overcommitted啦 對不對 好 然後甚至你看到這個數字 你看到這個數字很大 對 像vmalloc的total 然後使用多少 配置多少 好 然後呢 再回來看這個 對 你看這個數字 稍微記一下 328 然後底下什麼 底下跟你講這個 這個跟這個好像又不一樣 對 不要懷疑 所以你看了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今天呢我們在這個 光是看這個maninfo 就會遇到很大的挫折 那在unis unis的風格 發展說後續的這些linux vbsd 基本上都是這樣 就是說什麼風格呢 只是風格就是希望我儘可能 一開始就揭露這些資訊 透明的揭露出來 雖然你可能有些東西看不懂 但是對unis風格的作業形容思維 就是我儘可能把這些 資訊揭露出來 而且我用文字的形式存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你們可以很容易去什麼 用那個cat方式去呈現 但是難就難在這個地方 當你用這個htub 這樣的工具的時候 你可以很容易去試圈化 比方說 你可以看到某一個盒 很忙碌做某些事 比方說就是某一個盒 就會忙碌做某些事 但是呢 接下來的東西我們很難懂 哪個地方難懂 比方說我程式到底是 跑了什麼東西 然後占用那麼多的機體 比方說我去看 目前的行程有哪些 好 稍微瞄一下 好 比方說這邊來講的話 有加這個方括號 表示什麼 是坑中覆蓋 我們暫時不用管它 所以我們去找一些 不是坑中覆蓋的東西 但是你看到很煩對不對 我天啊 到底有多少東西 好 這邊給你一個小提示 其實我們這邊有 跑java的程式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 跑java的程式 然後它的確呢 也吃掉很多空間 好 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使用者 叫做Ubuntu 注意到它是一個使用者 就是它所用的HOME在這裡 HOME底下的Ubuntu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底下 這邊有一個數字什麼 81.786.4 然後好大的空間 好大的空間 好 現在看一下這個欄位在做什麼 好 再來呢 這個欄位是跟你講說呢 這個 pid cpu memory 然後呢再來是VSD RSS 所以你們看一下這個VSD跟RSS 好 好 那好問題要是什麼 它的VSD跟RSS 是非常大的 那這個東西呢 到底是對應到 這張圖 對應到哪裡 好 這就是 管制的思考 就像剛剛提到的 這個 雖然基底管理是整個 科目裡面最難的部分 但是呢 對於很多開發者 是沒有選擇一定要搞懂 否則連剛才那個狀況 所以你可以換個角度去思考 如果 這是一台雲端的主機 你可以想念的是什麼 你就可以想念說 你很快就要刷卡了 對不對 就是你刷一個雲端主機 它告訴你什麼 有64個CPU 哇這樣的instance好棒啊 對不對 好像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很快CPU被吃掉了 一旦CPU吃掉那麼多的時候 你就發現一個問題 雖然那麼多盒 但是往往這樣 因為我記憶體很快被吃掉了 所以假設我今天有很多網路也先進來 其實我配置新的 新的什麼 新的 新的執行序 新的行程 就可能會失敗了 或者說 好 我因為有swap 我可能記憶體配置不會那麼快的失敗 但是等一下 我就 swap就會很頻繁的在使用 這個東西對效能都是有很大的折損 所以導致說呢 即便你系統有64核 但是往往都會遇到什麼 英雄無用之地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 這時候呢 你就需要了解 swap 對應的一些 像stepinfo這樣的工具 這個我們之後也會練習 好 那看一下這個東西呢 這個在 Linic kernel裡面 就是 Linic kernel source code 它就是 它裡面存在 然後呢 這邊就會有一些 對應的這個選項 好 然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輸出好了 它的輸出大概講這樣 就是說呢 你會看到說呢 其實我有不同的來源 這邊有blkdv 就表示各式各樣的block device 這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提到什麼呢 很多地方都會配置到機體 不是只有userspace 我配置到 反正說這些block device 所以呢 這張圖呢 這邊什麼blk系列 blk系列就是這些 這些這些 device driver 所占用的空間 然後除了這裡外呢 你會發現什麼 右下角 左下角看到什麼 tcp udb 顯然是網路用的 所以你看網路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物件 除了這裡外呢 有什麼 有檔案系統 EST4檔案系統 所以對應到哪裡 這邊來 好 再繼續看 那anon 就表示什麼 anonymous 就是像這些vna 好 然後 除了這裡外的話呢 會有一些什麼 vna在對應的空間 好 然後呢 再來是我們前面有講過這個配置記憶體的時候呢 會有對應的flag 右邊那個欄位 注意到右邊這個欄位呢 就是什麼 就是對應的flag 那這個flag當然你可能需要採一點物件 不過沒關係 我們不影響 所以我們先有個 我需要帶著大家建立一個比較廣泛的認知 好 接著呢 如果說你用stable info 加一個dash t 加個dash t的話呢 這個你會得到一些很有趣的結果 它就會得到一個 它會得到一些統計 那這個統計呢 你會發現什麼呢 就跟你說這個 這個物件呢 有這個10k 然後這個最多 然後總共用的多少 好 然後用的東西多少 然後還有一些loss 就是這個 其實配置過程會有些 會loss的unreachable的狀況 好 然後呢 再來是呢 會有個 stable info dash a 注意到這個dash a呢 跟這個 有沒有看到有些東西很像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可以看的更細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其實呢 我標一個空間呢 像這個東西是什麼 EST4跟檔案系統關的 那底下BetaFS 這個也是跟檔案系統關的 然後這個是一些什麼 sigash data 這個就是來自device driver的部分 然後 那這邊來講的話呢 看到什麼 uhci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usb的device driver 然後底下 skbuff就是suckybuff 對不對 就跟網路有關 這邊底下有一個 udtcp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我們之所以要了解呢 往往呢就是要知道什麼 就是了解機體管理 其實換個腳步想 你也可以更知道 kernel的運作 因為 Linux kernel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東西 所以我往往呢需要一個 比較全面的方式去探討 這也是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議程 來帶大家去思考 好 好 然後呢這個 我們剛才有講到這些參數什麼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晚點在做實驗的時候再跟大家探討 好 然後這邊是一個示意 這個示意什麼呢 示意說這個不同的erlocator 好 在右下角可以看到這個stop 然後呢 然後呢他就跟你講說呢 叫什麼 reclinable 就是這樣 就是我可以重現在 可以再回收的 可以收回的 好 那當然也有一個區域是unreclinable 就是跟什麼 就是沒辦法收 沒辦法回收的 好 然後這個東西呢非常關鍵 然後stop呢 因為他很單純 就是stop的前面講 他一次就看一個什麼 看一個page frame 所以你不用 他不會有什麼權益性的認知 他就是很精簡 他就是一個那種force fit 這種機式 所以真正能夠被標註成reclinable 其實區域很窄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玩的地方是slab跟slab 因為他的這個標註的方式很特別 好 你看他標註的方式 還記得吧 就是我不管是slab也好啦 slab也好對不對 好 我們看到的東西呢 就是相當於從個上立視角的觀點去看 好 那整件事呢 對應到底下這個 到這個 這個不同erlocator行為就會很不同了 好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能夠比較slab跟slab 那你就會發現好玩事情 在slab來講的話呢 他reclinable的區域就是可以在回收的 在使用的區域其實是這樣 是比較多的 好 相對來講 他對應的unreclinable的區域呢 就會這樣 就會比較少 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設計 好 不過注意到 這東西還是要看你怎麼用 實際上在這個slab裡面呢 有非常多可以調的東西 好 而且這個 對應到像這個 之後我們會 來探討像這個cgroup 會對應到這些namespace 這還有很多調整的空間 好 那所以呢 注意到就是 如果我們就看了效能的話呢 slab一定是最慢的 他就是因為 他其實沒有 他的那個設計來講 是遇到什麼 go-go-locking 對不對 反正唯一是看一個 一個 frame 就是那個 看一個frame 那slab呢 基本上他是夠快的 但是就是 但是他是用在這個 就是他快是快在這個 他的這個設計的考量 然後slab的設計 就像說 可以怎樣 可以在執行時間做做調整 所以他花了很多心思很細膩的 去處理percipient的狀況 然後所以你看 就注意到這句話 所以他的這個 針對這個fast pass 當然就是 就是像降低一些locking 那種interference 一種干涉干擾的狀況 好 好 那如果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fast pass performance的話 就是說 就是前面有提到 像那個slab 他是針對什麼 他是 extitution time rendering 所以我們來觀察一下 好 這個slab一定最慢 所以不用什麼特別探討 所以你看這個時間差異是蠻大的 好 那這邊看到的是說 slab slab跟slab 對不對 就是這個 allocat的這個時間成本就不一樣 好 那如果是在 這個concurrent狀況下 就是涉及到lock convention 那在slab 是最嚴重的 因為他就是 他的lock是什麼 是global lock 所以有多少資金訊呢 他就會 就是 時間增長會增長很快 那這件事不管是allocat 跟free都是一樣 好 那你跟他說呢 slab 他在設計的時候 已經考慮到多核的狀況 所以他的這個 他的崩壞程度沒那麼嚴重 所以你看這個崩壞程度 你看這個從183到3000 很大的一個崩壞對不對 就是超過一個數量級崩壞 好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來講話呢 就是slab 就是allocat在concurrent狀況下 其實還好對不對 就是說 這大概差了四倍 好 升級剛出現了 這slab的出現呢 他就大概只有 增加兩倍的時間 好 而且呢在這個free來講話呢 其實還是可以接受的 你可以看到free來講話 slab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這個在slab 他的衝擊就比較小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為什麼linus kernel 持續的演變 好 就是在解決問題 解決什麼問題 越來越複雜的 這處理器的架構 好 而且同的需求 當然slab來講話呢 好 注意到前面不是有提過 什麼事呢 提過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高度簡化的東西 如果你對應到原始程式碼去看 其實可以看到不同 然後再來是因為 kernel直接的改進 所以你看到slabinfo顯示的資訊 其實會比這張圖多 注意到這份投影片 是五年前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第三個部分 帶著大家去觀測 但是呢 你從這個表現裡面 可以看出什麼呢 看出它的行為面 好 然後 好 好 那底下是講這個slab怎麼去做defragment 那注意到就是說 這可能要搭配這個 搭配原作者講的這個錄影去看 這個 這個蠻多細節 那這個 不是我們這次能夠涵蓋範圍 因為這真的還蠻多議題要去看到 好 然後 所以我們快速來回顧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就是我們帶著大家什麼 去看那個像pages 就是slab的allocator 以及說我們這些不同的pages 然後考慮到不同核的狀況 然後 然後去設計percipient的那個實作 好 好 休息一下 好 繼續 那 那 接著我們帶著大家開始看這個 課筒裡面 該怎麼靠自己的力量 以前有一句廣告台詞 叫 靠自己好自在 其實我認為說 在課筒裡面 其實 你不能只是看這種雞湯 對不對 雞湯 就是懶人包 就是 就算要看懶人包 也要看第一手 就是 因為簡報本上就是用懶人包 所以你要看到說 這個 你看這個主講者 這個Christopher 他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 就是他們投入這些基地管理 基本上花的時間都是那種 十年二十年等級的 所以他們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比方說四五十分鐘可以跟大家講 然後講透徹 這很棒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錄影 我們剛才只是幫個畫重點而已 那 所以就是說 如果可以 盡可能去看第一手的資訊 但是這種第一手 如果用簡報方式呈現 往往他是 這種剛才提到懶人包 其實最好就是這樣 就是用 你現在的電腦 用你現在的這個kernel 去做追蹤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怎麼去做追蹤 這個追蹤就有點有趣了 在Lenskernel裡面 有一個主態叫做 debug-slab 顧名思義就是 去 也可以去debug這個slab-allocator 那當然這個slab 不是只有slab而已 翻slab 也可以 所以注意到 就是slub slab 都是同個選項 好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怎麼用呢 第一個 你的kernel一定要本質上 一定要能夠 能夠是 debug-kernel這個東西一定要打開 所以他會有些相應性 如果你在你的kernel的config裡面 你用menuconfig 如果找不到這個選項 表示什麼 表示這底下沒有開 那當然你也要開slab 顧名思義 這個當然要開 好 那注意到了這個東西 跟memory check k main check 是衝突的 所以你要把這個 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是兩個只能選一個 好 來認真看底下的說明 如果你把這個config 底線 debug 底線 snap 這個東西打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說 一個很好玩 這個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他會用一個 poisoning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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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幹嘛呢 就是相當於是 參讀 對標話 這個字就是那個 有讀的那個字 好 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在記憶體管理 如果你去google 搜尋你會找到一些 很想玩的東西 比如說lindos memory 然後找這個東西 你會找到一大堆 什麼東西都可以參讀 什麼東西都可以下讀 什麼東西都可以下讀 一般的機體用完了 你看 要自我保護也可以幹嘛 也可以下讀 就是我自己下讀 給自己吃 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這標話題 就是這個這個名詞 我就不解釋了 我說原本的名詞 我就不解釋 那就是下讀那個字 但是下讀這個字 在記憶體管理的策略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知道 就是說這個 原本記憶體的配置 釋放 都是很 都是這樣 都是很快的 然後很頻繁的 所以往往呢 我們沒辦法很有效的分析 但是呢 我們可以先 就是有個概念 就是說我就下了讀 你看 一個人下了讀之後 他就是 他就會行為 很遲滯緩慢 然後 然後我就會追蹤他的行為 讓他變慢 然後呢 我可以用下讀的計量知道說 我已經下讀多久 所以你看 看到這個 他有沒有真的在吃那個讀 之類的 所以這個注意到 這是在linux kernel 超愛用的這個 衍生詞 我不知道其他的領域 出現多少次 在linux kernel 大量出現 什麼鬼都有 比方說link list 你去看那個下讀 什麼鬼啊 對不對 底下也會下讀 他提起也會下讀 好 所以呢 這個 kernel裡面呢 就是怎樣呢 他就是 像剛才講的 我去摻插一些什麼 安插一些特定的程式 去追 讓追蹤行為更容易 那一旦呢 這樣的東西被安插進去之後呢 就很好玩 你就可以搭配 kernel這個trace的機制 就像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比方說這個有個 K-malloc-128 然後 這個 K-malloc-128 然後跟你講說 他就對應到什麼 前面講那個 inuse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 有點面熟呢 這個inuse 就是前面講那個 就是那個 再問你有看圖 看得細一點的話 那個inuse呢 就在這裡 inuse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呢 就可以去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注意到呢 這個畫圖的時候 是畫成這樣 所以這是什麼 你需要去看這個 第一手的資料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說 原始的開發者 或是主要的維護者 他畫圖的時候呢 跟他程式碼 他的批配性比較高的人 反過來說你有時候會看到一些網上一些材料啦 他就是 有些材料他就是怎樣 他就是 看了程式碼 然後反推說他畫起來應該是怎樣 這個OK 但是 往往會有些失真 畢竟他不是原始的作者 或者是他 他只看到他想看的 對不對 這是人的通病 然後身為人就會這樣 永遠只看你自己想看的 你可能不是那麼全面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參加的研討會 而且 注意到 不是參加研討會就好了 參加研討會聽人講 而且去討論 你可以把你新的想法 去跟這些人交流 你說 萬一這些人不回答你怎麼辦 你就舉手 對不對 如果你事後找不到你怎麼辦 你就聽葉成的舉手 來賭他 對不對 或是在 如果你怕丟臉的話 就在最後面的時候 怕去賭他 好 那回到這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說 其實這張圖是一個高度簡化 我怎麼知道它的高度簡化呢 這道路簡單 一旦我把Portal打開的時候 就好玩了 所以我就可以看 去看物件 用的狀況 而且我覺得 因為它裡面不是都地址嗎 我就會搭配Kernel Debugger 去把它對應的內容 來印出來 然後你去看看 對應到什麼程式碼 看對應的欄位 然後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有篇文章 還滿好的 來看一下 就講說這個東西的Debugging的原理是怎麼來的 好 這是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在Linus核心設計裡面 我們會 蠻常引用這個WOW 就注意到對岸唸成WOW 第一個字我們唸WOW 對岸唸成WOW WOW科技 那WOW科技 他們有一群很有樂趣的人 就是他們會整理一些很好的部落文章 所以我們就來參照 好 那他就講說這個Slab Debug的原理 注意到我們講這個Slab Debug 其實在講什麼 就是對應的選項就是這個 Debug Slab 好 那為什麼要去Debug呢 注意到 往往Debug 其實是為了 Debug你想要寫的程式 像這個 忘了講 這個WOW科技的主持人 就是他裡面有 他們其實不是只有一個人 他其實有好幾個人 我忘記具體有多少人 至少有兩個 那就是說 這裡面的主持人 跟主要的貢獻者 其實他們就是在 中國的某一家 IC設計公司工作 那我們都知道 IC設計公司 它不是只有設計IC 其實很多人要做什麼 做Debug Driver 做Android的移植 做Linus的移植 做相關的作業系統 以及應用的這些整合 所以就會遇到一些有趣的狀況 比方說這個 假設某一個驅動 這邊講的是Debug Driver 透過KMaloc 配置一段 機體空間 然後 這個 配置機體空間的時候 其實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沒有可能 另外一個什麼 另外一個 裝置驅動程式 叫B 它也用了什麼 也用了這個空間 所以A跟B 它可能怎樣 用了同一段空間 然後就導致什麼 導致結果是錯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可怕 所以 雖然 Kerno Panic顯示的時候 是顯示B 但是B 之所謂壞掉是因為什麼 是A的裝置驅動用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麻煩的狀況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一個東西叫 這個叫什麼 就是超過邊界 就是一些 像是Buffer Overflow 或是一些 在機體存學的時候 沒有考慮到它的邊界 好 那這種問題真的是 女見不鮮 這個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它底下就跟你舉這樣例子 好 所以像這個東西要去偵測 這所謂的OOB 就是邊界錯誤問題 那當然你說 這個很大問題 是不是來自西元 對 所以那個Kerno 遇到這種事怎麼辦呢 其他的Kerno 有可能就是 比方說用Ruster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知道Ruster 就開始有一種趨勢是什麼呢 就是用Ruster來改寫 改寫這個作業系統的Kerno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網上 可以看到一些文章 那的確也有能用的作業系統 注意到這個是能用的 這個Redux Redux這個很好玩 這個作業系統呢 就是它發的很快 它用Ruster的程式語言開發 那Ruster這個程式語言呢 它跟系語言的思維有很大的不同 雖然它是可以做很低階的 但是就是它很大的思維不同 在說 比方說它在程式語言設計 就考慮到到那種多核 然後考慮到這種Safety 考慮到這種 比方說多核狀態之間那種 就是不同的狀態 然後他們花很多時間去做邊界的檢查 所以你不要說 要搶劫降低這種錯的 就是 超過邊界的存取 那Linus-Kerno 目前還是會用C語言 我相信很長時間還是用C語言 但是它會搭配一些工具 所以注意到C語言開 Linus開發不是只是單純C語言 它是C語言加上extension 像是Gnu的extension 加入一些工具 比方說像Kset Kset 這種工具 或是搭配一些像 搭配一些一些 一些靜態分析的工具來使用 但是光有這個靜態工具真的不夠 所以這邊來講話 它就 就是跟你講說有個 slab debug的一個機制 好 那 所以你看 注意到 有時候用slab來統稱slab跟slab 所以注意到 這個很多 因為整個資料結構是相似的 slab好玩的地方是 雖然它是一個很精簡的設計 然後它的介面是跟slab相似的 所以你雖然menu config的時候選 那選了之後呢 但是它的結構 就是可以先接的 這是客人裡面花很多心思去做這種相容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把slab的debug打開之後呢 可以來偵測什麼 比方說偵測這個超過邊界 還有一些這個use upfree 這個 注意到 use upfree在很多那種cve cve 就是一些跟自然有關的東西 這個是 這是太常見了 幾乎每個作業形容平台都免不了這種use upfree 那是它縮寫叫uf uf uf這個東西多的是 比方說這個 這個uf 然後加linus 你可以加linus 加macOS 加什麼dews 這個多的跟什麼鬼一樣 那你說windows沒有 多的是 好 那所以就是說像這種問題呢 是很經典的 所以注意到呢 它的策略是什麼呢 它的策略就是剛剛提到 就是說 其實我們先幹嘛 現在先參讀 就是你可以想說 我存取記憶體的方式 跟原本不太一樣 你看 一個人吃了毒了之後 他其實還是活著 當然要吃到一個劑量 他可能就掛了 但是一個人吃毒的時候 一開始是這樣 是還活著的 所以我先參讀 到機體的配置器裡面 那我用的時候呢 我隨時隨時可以看它的用量 如果你覺得你參讀 覺得不舒服的話 你可以改成另外一個詞 比方說 像那種海洋生物的追蹤 像海洋生物的追蹤 比方說我們要去追蹤一下 一些濱臨絕種的一些 鯨 就是那些鯨魚啦 或是海豚啦 或者是一些 一些保育類動物 那汪文的話 要怎麼偵測呢 因為如果你要在它身上 身上去掛一些東西 其實不能超過一個動物的10%的重量 如果超過10%的話 就很不舒服了 比如說一個中年的男性 他70公斤 那他背一個7公斤的背包 他還可以接受 如果背一個10公斤的背包 那就是佔他身體重的七分之一 就已經不舒服了 而且動物也是一樣 那所以呢 為了讓動物降低它不是的 往往不能只是裝一個追蹤器 其實一來對這個生物來講是一個折磨 二來可能因為打鬥會不一樣 所以往往我們會加一些試劑 一些試劑就是說 就看它在體內的代謝 它不會影響生理運作太多 但是我可以從它的這個試劑 這個鹹影劑 中間的代謝去看 我已經在一個動物 一個這樣一個野生的動物 它在一個指定的地點中 到底存在多久 待了多久 或者說是不是上次同樣的 我們要追蹤的物 追蹤的物 那個動物 好 然後呢 這個 雖然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這個有好多選項 這個什麼config-slab config-slab debug 或是slab-debug 好 然後呢 這時候呢 還要搭配剛剛講的一個slab-info 那之後我們再第三個 就是Linux核心設計的 機體管理的第三個部分 會用到slab-info 來跟各位介紹 就是怎麼去操作 好 然後呢注意到了 這邊一直講到KSN 注意到KSN它的做法是 跟前面講的參讀方法很像 但是它參的東西不是讀 它是參的是一個 稍微複雜一點的程式 它是透過這個 這個 LVM底下的這個 KSN 最早是用這個 Adress Sanitizer 那這個最早是 LVM專業底下的成果 那後來那個 葛怒的這個GCC呢 也拿過來用 所以呢 這個KSN呢 其實是 Adress Sanitizer的 強化版 把它Adress Sanitizer 用在什麼 用在Linus kernel裡面 KSN 把它放在什麼 就是 原本 Adress Sanitizer 是在User Space的 然後那個KSN呢 就通過Google工程師 還有很多的開發者的投入 然後它再 放在把這個 安插在裡面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它是一個動態的 記憶體的這個 偵測器 來安插一些程式碼進去 然後可以去找出 像前面講的那種 Use of Free 或是超過邊界 但是注意到這兩個東西呢 是 這兩個東西是 其實也是衝突的 所以你要 使用的時候要注意 然後那這邊講的東西 是用透過Stop的這個 Debug 好 那就像前面看到那個 的輸出的結果 它會有一個Memory Layout 那Memory Layout的時候呢 就是 那你就要對這個像 K-Main Cache 就有概念 然後知道說 它裡面 擺的東西是 擺的什麼 像這個 還記得FPR Frozen Page 那些 Frozen Page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你要知道 它的那個對應 比方說它的 我們Current的狀態 好 那不要說哪些東西 是有在用的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不要說像我們這個 超越邊界 那這個超越邊界的 關鍵在哪裡呢 好 因為呢 在打開Debug的時候呢 就會 按插一些什麼 Mage Number 所以我在用的時候呢 就會去按插一些Page Number 就像下毒一樣 好 那 所以 我們去看如果說呢 某一個區域 在存取的時候呢 找不到它對應的這個 你就想像說 我今天存取記憶體的時候 就是大家小時候不是看過那個什麼 格林童話對不對 格林童話裡面就有講一個那個 其實格林童話是寫起來還蠻恐怖的 我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是怎麼看的 我小時候看到格林童話的時候 覺得好恐怖啊 比方說一個兄妹 兄妹在森裡面迷路了 那迷路的時候很害怕怎麼辦 所以不知道自己會走到哪裡怎麼辦 它就是 麵包穴 把它撕一個麵包 然後丟在地上 所以希望說 我按著這個什麼 按著這個麵包穴就可以走回來 那你不覺得很恐怖嗎 一個兄妹 為什麼 為什麼會在森裡面迷路 他們 他們家裡發生什麼事 那他的鄰居怎樣 對不對 好 Anyway 就是說你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今天使用那個記憶體的時候 就像那個格林童話裡面那個兄妹 對不對 就是這個 每次用的時候呢 就是撒個麵包穴 就是塞這些 Match Number 所以我要去檢查一個區域呢 是不是有勞國邊界 就是去檢查 用的時候呢 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當然 如果說呢 這個 連這個 連這個AP都被改了 有沒有可能這種狀況 有可能 好 那總之就是說 這裡面有很多細節 請你花一點時間就沒有看 然後告訴你說 它這個 配置的機制 然後 你也可以搭配這樣子去做 這樣檢查 好 然後這個 我們之後在第三個部分的時候 就是 Linert的記憶體管理 第三部分呢 我們會帶給大家 用一些工具來做操作 好 然後 然後 介紹過這個 從slope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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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這些配置器之後呢 我們下個一條 我們來 快速來複齊一下 快速來回顧一下 所以前面講的這個 slope slope 是從body system來的 那它不同的大小 都記得它是什麼 2的N次方 所以比方說 你現在看到什麼 KMAN96 KMAN192 KMAN6 KMAN8 KMAN192 就是它對面不同的body 它要不同的大小 然後在裡面 要有一個追蹤的什麼 追蹤的freelist 然後 我要去把這個過程 好 那如果呢 再看 看另外一個 slope 那slope 比slope就更精簡 只是說它 儘可能共用什麼 資料結構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底下一個示意 示意什麼呢 告訴你說 這個slope跟slope 這兩個做比較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腦本 就是直接看 直接看這個差異好了 就是當我從這個 當我從這個slope到slope 就是slope切換到slope的時候 可用的記憶體呢 差異有多少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做的實驗 就差了什麼 496kb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slope的存在 為什麼說它是適合在遷入式系統 因為很多遷入式系統 注意到不是每個遷入式系統 資源都很有限 我們講遷入式系統 在意的地方是它的功能 所以的確有些遷入式系統很複雜的 就是它用很複雜的電腦 然後搭配一個 運算內很強的電腦 的處理器都是有可能 但是我們講的是 資源有限的遷入式系統 那這時候用slope就很好 因為就是說它的機體開銷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可用的空間其實是變多的 那它的設計來講 其實slope的設計來講 其實有三個partial free list 然後每個空間就是有分它的不同的區域 比如說small,medium,large 像這樣的一個設計 好 那這個稍微一點概念 那麼之後做時間的時候還會再看 那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份材料 那這個材料呢 是這個Donald Potter 他的一個他的課程 就是他的課程裡面有個東西叫 The Arts and the Science of Memory Education 那這個教材很有意思 很值得看一下 所以我帶著大家來探討 好 然後這邊呢 我已經幫大家畫一些重點 就是補充一些資料 所以我們一邊一邊一邊探討這個投影片 一邊來看這個細節 好 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 你會發現好玩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不是在講作業系統 對不對 但是其實 就是 記憶體配置這個東西呢 在User Space 有 在Kernel Space也有 而且 User Space跟Kernel Space 往往呢 你不能完全去把它區分 很多東西都可以直接去區分 User Space跟Kernel Space 比方說 User Space有Pointer Kernel Space有Pointer 但是多半的時候呢 你不用管Kernel Space跟User Space的Pointer 在多半的情況下 多數的使用狀況 Kernel Space的Pointer跟User Space的Pointer 不應該是有觀點的 對 因為兩邊的Edge Space 其實是不一樣的 而且兩邊的Privilege也是不同 就是系統的那個 系統的這個 執行權等級是不同的 可是呢 記憶體管理不是這樣 記憶體管理呢 就會配置 就是一個很大問題 比方說像User Space 它會互叫到Maylog 那Maylog我們前面也講過了 在這個Linux上 通過SBRK 通過M-Map 去使用出來 所以你勢必要了解 它系統步驟的行為啦 再來是我們剛才不是有介紹過 那個Linux kernel裡面的SLAB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底層呢 跟什麼 跟打開系統啦 跟這個裝置的去用程式啦 跟網路呢 甚至跟Kernel很多地方 都是其實相關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它是最難的 因為它都是高度的觀點 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去看某些東西 比方說Linux的CPU Schedule 其實你不用管那麼多事 因為雖然CPU Schedule越來越複雜 這是事實 但是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貫穿好多個 好多個不同的模組 或者不同的Subsystem 你還是可以去理解這個 CPU的這個Schedule的運作 但是對不起 如果你要徹底了解這個 機體管理的話 對不起 那你就要好多的Subsystem 都要去走過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來講話呢 這一次呢 我們就想要帶著大家 從User Space 就是所謂這種應用 到Kernel Space 實際上它怎麼去 怎麼去 操作怎麼運用 帶著大家去探討分析 好 那先來看這個部分 注意到這段程式法 是執行在哪裡 廢話 當然是User Space 為什麼一看就是User Space 因為注意到它這邊用到 Malloc K-Malloc 然後呢 再來是說你從記憶體的配置來講 可以看到 它有個什麼 Virtual Address Space 那 我們這邊 先用一個 30歐元的架構做一個例子 30歐元架構的定值空間 就是2的32次方 也就是4DGB空間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在 記憶體管理的第一部分 提到什麼呢 Malloc 它用的空間是什麼 是用到Hit 所以你看我這邊 如果的Malloc 回傳一個 合法的結果 回顧一下Malloc的回傳值 好 注意到 如果Malloc回傳的話 那它會回傳什麼數值呢 注意到 就是說呢 如果呢 你這個Malloc的呼叫成功的話呢 它會得到一個什麼呢 它會 會 先講失敗好了 失敗的話呢 會回傳None 好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Malloc帶的數值呢 是帶一個0 有可能會得到一個None 好 但是呢如果不考慮那些極端狀況 不是帶入0 或者是失敗的狀況呢 應該得到一個什麼 帶到一個數值 而且這個數值呢 這個數值 注意到它的回傳形態 它的 等一下 我要講是這個 好 注意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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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值啊 就是說 它會得到一個數值 它的是什麼 是給定的size 好 那它的size是什麼呢 注意到這個東西啊 它是size底線T 所以size size底線T呢 它是透過Type Define 就是有底線T的都是什麼 透過Type Define 得來的衍生形態 那這個東西呢 是怎樣 是五號數 所以呢 我們最終的大小呢 注意到這個東西啊 就是 最終呢 我回傳東西是 這個什麼 回傳這個 這個 因為size給入的是一個五號數 所以我們應該會得到一個什麼 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地址 好 那這個地址呢 它至少包含了 給定那個size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說 這個東西 這個Maloc的成功 它配這一次的空間呢 就會在什麼 在這個 Hip這一塊 那我們之前講那個 觀察記憶體的時候 發現什麼 發現除了Hip 另外有Stack 那Stack怎麼來的 那這時候你可以回顧說 我們這個 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裡面 就韓式呼叫片 韓式呼叫片 韓式呼叫片就有去觀察 就會做這個 這個Stack的變化 比方說我們一開始 就會拿那個什麼 拿一個地毀程式 讓這個 就是地毀程式有個好處 就會一直 頻繁地放去扣 而且是 一層一層的 所以我們就很快 把Stack用來 所以就遇到一個什麼 segmentation fault 所以 講到目前為止呢 你就會了解 為什麼在Linus 看到這個segmentation fault 好 其實就是一個什麼 給LinusStack空間 你超過它邊界的 一旦我們超過邊界的時候 我們的MNU 我們記憶體的管理單元 我們就做主事 我們就限制這個東西的存取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Melo可能 它的這個 內部的實作 大概是像這樣 注意到這個東西 實作 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這個 keep 就是說 keep的 目前是空的話 那我就是去用Mmap 去注意到這個東西 Map 這個東西很好玩喔 這裡 Map 這個 好 我們在系統上呢 那事實際上呢 是有什麼 是有這個東西 就是在 以gdbc來說 其實很多實作都有啦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系統 存在一些什麼 一些private 的一個什麼 anonymous mapping的 那個區域 所以你就可以想說 我在keep裡面呢 其實往我這樣 已經有好幾個page 那這個page呢 是標示說 它是匿名的 所以我在用的時候呢 沒有指定說 一定是誰去用 但是呢 我這個 只要keep的空間 是允許的 那我們就做什麼事呢 我就去透過Mmap 所以我就把 原本這個保留的空間 所以這樣 我把原本的保留空間 把它做一個機體印射 印射給誰 印射給UserSpace去用 然後但是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前面有提過了 這個東西的那個 界線 它的那個用法 其實它會隨著坑路改版 而不同 好 但是原則上是這樣 就是它的那個 大概的這個設計 就是透過這個Mmap 那當然 除了Mmap 以外呢 還要搭配SBRK 一般來說它的策略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的空間是小的 就是小的 小的這個空間的話 我們有SBRK 那如果是涉及到 好 若干的page page size 若干的page size 這個變更的話 我們就會透過Mmap 就是一般來說就是大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 這邊的設計 比方說這個是 設計是128 118kb的大小 好 但是實際上你可以透過這個 就是Maloc 這個對應的這個 設計 它對應的option 一個 parameter 好 然後這個東西呢 是在 它可以有一個 它可以有一個對應的輸出 可以稍微搜尋一下 讓我想一下 就沒有 就沒有改這段機制了 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 你看 看這些 使用的時候 要注意看它的那個 它那個實作 那這個東西是GDC特有的 所以比方說像 這個東西的存在好像有趣 這個 這個Maloc的這個option 它有趣的 應該有這種經驗 就是有可能會遇到這種 就是跟你做什麼大不服力啊 或是機體的 是機體損壞的 對不對 這東西怎麼來的 其實往往就是因為說 我實際上 我們是可以的 可以輸出一些這樣的 一個實用的報表 好 然後這個東西 請你稍微看一下 就看它的一些什麼 看一些它的一個 調整 應該是這裡 就跟剛剛寫的一樣 突然想起來 突然想起來 之前有看過一些 做的報表 想起來 好 不管 反正就是 應該是這裡 就是說 實際上 在這個 GDWC的實作 就是注意 GDWC是在userspace 但是你有很多選項 比方說你可以設計 它的這個 te cache object的大小 它的count 然後這個limit 這些東西是什麼 就是比方說 spreadlocals的cache 注意到 這個 GDWC它一直改版 這個東西會越來越多的變化 然後這個東西在 什麼時候很好用呢 比方說 database 如果去搜尋 PostgreSQL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或多少 或多少都會用 或是說像 那個 MySQL 你會看到 其實都會有這種 都會有這種需求 這也剛才提過了 你不得不一定要了解 即便你是專心開發 userspace的程式人 因為前面提過了吧 就是 其實userspace 現在要挑戰很困難 你要對Know有一定的認知 好 然後注意到這個 記憶體的配置來講的話 有沒有看到這個 左邊那個 程式碼部分 就是dat text這個section 好 然後 我們接著來看 接著來看就是說 我們配置機體 所以假設呢 我今天有個情境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從 從左到右 從左到右呢 配置一個什麼 6 12 20 5 所以它有什麼 就有四個 四個物件被配置了 它分別其當大小是 6 12 20還有5 那配置完之後 白色的區域表示還是福利的 所以我們先有這樣的情境 所以我們來稍微算一下 算一下什麼呢 算一下的大小 比方說6加上什麼 加上12 12 加20 再加5 所以我們這邊 期待的配置代價是什麼 43 好 然後那右邊呢 我們先不管 反正右邊就是 就是沒有在用的區域 好 然後呢 我們來思考一下 就是說 實際上福利怎麼怎麼用啊 這個很好玩 就是 我們福利來講話呢 就是我們前面在這個 第一個部分呢 有提到說 Lazy Allocation 所以我們在Lazy Allocation呢 其實它反映出來呢 好 不是Allocation是 是 不只是Allocation是Free 是Lazy的 其實 Deallocation呢 其實也是這樣 也是也是Lazy的 注意到這個 這個策略 所以它其實呢 那往往呢 我們只是去標註 比方說呢 我今天要去釋放 釋放哪裡 釋放最後那個5 那釋放最後5的時候 其實我不會真的去變更 機體內容 往往不會直接去變更 而是在系統來講 它只是標註什麼 標註最後那個5 目前沒有人在用來 所以注意到呢 它其實在背後呢 其實在做一件事叫做 Bookkeeping Bookkeeping呢 這個詞不太好翻 一般來說 你可以翻記帳 但是你知道 我們中文形式上的記帳 是一個很窄的詞 就是你如果去看那個什麼 看一些什麼古裝劇 什麼喬家大運 就講這個什麼 講那個記帳員 或者講會計 那很多工程師 對會計師都沒什麼概念 頂多想要會計師 想要聯誼 就想要這個 但是注意到 Bookkeeping 在Linus Kernel 是大量出現的詞 好自己看看 Google搜尋导 Bookkeeping 再加Linus 幫你畫下來 多少筆資料呢 非常驚人啊 竟然有什麼 竟然有200多萬筆資料 那如果說你更精確來講 說Linus Kernel 裡面的Bookkeeping 還是很多呢 將近50萬筆 什麼鬼都可以Bookkeeping Process的使用 可以Bookkeeping Fire Assistant使用 可以Bookkeeping 然後那個什麼 Text的執行 那些IRQ執行 可以Bookkeeping Timer也可以 反正什麼鬼都可以Bookkeeping 所以我們為了這件事 我只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叫Bookkeeping Bookkeeping 在中文的一般的翻譯就是記帳 但是我們一般中文講的記帳 是記那個 比如說 買進多少貨 然後賣掉多少貨 然後或者說 小時候你存錢 丟那個鋪滿 我存入10塊 然後那個 所以 原本上個月已經有100塊 我現在存了10塊 變110 但是注意到 這邊講的Bookkeeping 不應該翻成記帳 它是一個什麼 它其實這邊做的是一個 紀錄行為 注意到 紀錄這個行為 所以這個Bookkeeping 如果照繁體中文的翻譯慣例來講的話 應該依據不同情境要有不同的翻譯 因為它本質上在記錄什麼 就是進出的狀況 不應該用單一詞 因為我們知道 中國的這個翻譯是比較 中國簡體的翻譯比較在意是 那種一個字 就是一個英文字 然後用一樣的那個英文 一樣的中文 簡體中文翻譯 但是在台灣的翻譯慣例 應該是依據情境 就是你知道嗎 你要追求這個 要信 答 亞這些都要考進去 所以就是說這個 bookkeeping 在這邊注意到 這邊bookkeeping 只是記錄它的行為 記錄什麼呢 記錄配置跟釋放 在lazy allocation 以及它隱喻的 lazy de-allocation的考量點 我們bookkeeping就記錄什麼 記錄這些變化 記錄這些請求 記錄這些回應 但是我們不真的去什麼 接觸到這些物件 好 那一樣 我free的時候呢 我不會真的去 急著去free 好我們就這樣 去配置 配置這個空間 好 休息一下 好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呢 實際上這個 free來講話呢 它其實是先標準 然後之後呢 再去 再去回收 好 所以你看到不管我們講這個 recycle也好啦 講reclaim也好 也是這樣策略好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是很常見的 就是我們之後講這個檔案系統啦 或者說你看 呃 我們在一樣在linus 核心設計裡面呢 講像rcu 那rcu裡面呢 它會提到 像reclaim 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我先去標註 一個物件 我不再用了 那之後呢 我可以回收 然後所以它其實是 在柯農來講 recycle跟reclaim 它的這個用法 是相似的 只是說 依據不同情境 講不同話而已 在課論裡面 一般來說講recycle這個字 好 然後 接著 好 就是 我們在講這個 記憶體管理的時候呢 要考慮到幾個議題 第一個就是 碎片化的問題 碎片化的如果很嚴重的話 會導致什麼 導致記憶體 沒辦法再重新配 就是沒辦法配置機體 哪怕整體加起來 福利空間是有的 但是因為 就是碎片嘛 阻撓到 延續可配置的空間 所以這個是很關鍵的 但是呢 為了要去除碎片 網友付出的代價是 可能比大家想像的大 因為 呃 完美的那個去除碎片的 機體配置器 網友他需要怎樣 他需要 呃 非常高的這個配置成本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取捨 就是說 你要怎麼設計讓一個 機體配置器夠快 好 而且他消除這個 fragmentation 他耗費的這個代價 不會那麼高 好 就是往往這是一個 一個拉鋸戰 很多東西都是 都是需要取捨 所以這個是在這個 呃 我覺得這是做一種 這門學科最有趣的地方 他不是一個單純的科學 他背後需要很多科學 就希望 他背後需要什麼科學呢 他需要 像前面講過 離散數學啦 統計啦 然後當然 他底下的需要一些 數值化的分析 這當然背後也是那些 那些 那些數學 可是呢有趣的地方是 他更多的是工程 就是我要怎麼做取捨 好 除了剛才講那個 碎片化的問題以外 還要考慮到就是 特別在 在 concurrent的環境下 有考慮到這種 多核的狀況下 這個東西會變得很 多核多層序的情況下 會變得很嚴重 就會導致什麼 導致這個 記憶體配置的那個延遲 還記得前面講那個 Sloven 還記得那個 前面那個 上一個 上一個 簡報裡面 Sloven 它很簡單 其實它多半的說是 夠快的 但是問題是 它在concurrent 有這個 像這些 contention的情況下 因為它是globallock 所以globallock 一旦遇到contention 其實它就是 沒者 就是 無限制的 托詞 那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的東西考量越多 那實作複雜就越高 然後要debug 其實也困難 除了這外 還要考慮到cache的 這個 狀況 那我們這邊講cache 就不是stave那種cache 就是講那種memory 還有rocket cache 所以第一個要考慮到alignment 那在 我們這個 姐妹的講座 我們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cache 裡面呢 其實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叫做 記憶體的 記憶體管理 對齊 還有硬體特性 其實我們有 有這個部分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講到什麼 講到這些alignment 講到 padding 還有講到這些 allocature 然後除了這以外 我們講到一些 像memory pool 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也是要再考進去 在cache來講我要考慮到一個cache line 考慮到 就是我 要注意到的 我們講的rain 是叫什麼 random assessed memory 對不對 就是隨機 可存取的記憶體 可是呢cache呢 本質上它不是隨機存取的 它其實是sequenceware 所以你看 我很大的rain 是隨機可以存取的 所以我存取這一塊 跟存取這一塊 耗費的時間成本 不應該有 不應該有什麼變化 就是它 你可以當作它這個 常數時間的存取時間 可是呢 在cache來講的話 它是sequential 而且還要看說它的用法 它 比方說我們講的這個locating 還要看那個 講是sparture locating 還是講這個什麼 就是 以時間為主 還是以空 以附近的區域為主 所以總之呢 這個導致什麼呢 導致我們把cache的因素 考慮進來之後呢 整個結束會變得很複雜 你怎麼去做alignment 你怎麼去標註 標註它有用 沒用 或是標註說 目前是inverted 或之類的 諸詞這些問題 都來考慮進去 好 所以第一個問題呢 是這個 碎片化的問題 那碎片呢 又分好 有兩種層面 一個叫internal fragmentation 一個叫做internal 所以注意到這東西 好 這個 先來看這個internal internal其實在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 就是看 internal跟instinal其實是看 看你著重的範圍 就比方說你 你配置一個物件 就是比方說100 100個byte 然後接著你配置200 300 出資源一直下去 好 但是你配置了 但是沒有去用它 沒有去釋放 這就是internal的firmitation 那反過來說 有一種是external 就是說我用的時候 我每次都有 有medal跟free 我每次都做了 我配置100 當然我就對應 就是釋放100 然後我配置300 配置400 然後後來我就 先釋放400 然後100 這樣釋放 那就是 乍看這樣子 好像沒什麼錯 但是還是有什麼 還是有碎片化 為什麼 這是有趣的啊 為什麼 因為 往往 往往是 因為你有很多小的物件 或是它來 這個 是順便來自其他的層面 比方說 你其他的那種 其他的function 就是或者說 其他連帶的一些subsystem 所造成的 所以它就是看你所在的區域 好 那我們要去思考 就是說呢 要怎麼設計一個有效的 一個記憶管理器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這是一個顯學 在作業系統的領域 這是一個顯學 所以有一個叫 HoldEllocator 這個我們快速看一下它的網站 這東西啊 沒有玩啊 好 那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做 HoldElloc 然後它是一個什麼呢 它是一個記憶體管理器 然後注意到 很多記憶體管理器都會寫這樣 都比原本Windows快多少倍啊之類的 好 然後那什麼三倍快於Windows 注意到它有一個前提的 就是 所以你不應該從這個數據直接說 Make很慢啊 然後Windows次慢啊 然後Ninx最快 注意到這個是 這裡是有前提的 要看你怎麼去配置 同理 這個Ellocator呢 它也有對應的一些 Benchmarking 還有對應的一些什麼 對應那種 技術的分析 好 然後這個也是跟那個情境有關 好 然後值得注意這方是說 這個 這個 這個開發者 這個就是說 這個Ellocator呢 它是由德州大學 他們發展的 所以你可以去跟它洽談說 商業使用 你可以看到說它的那個 授權模式的是 耿路的GPL授權 那對於某些商業應用的情境來講 這可能不適合 不是說用OpenSource不能做生意啦 不是用了GPL就不能做生意啦 而是說要看你的情境嘛 有時候有些情境 希望說把這個程式把整個到 另外一個商業產品裡面 然後 然後是直接用靜態連結 那可能就不適合了 好 然後呢這個 注意到這個Locator 這個Locator 這其實在 之前是有一篇論文在探討 在大約在2000年的時候 有一篇對應的論文 去探討它那個使用的狀況 好 那這邊來講的話 也是會做一個 快速的提示 就是說它這邊來講話 它設計一個東西叫SuperBlock 注意到 SuperBlock這個詞 其實你到處都看得到 比方說FileSystem 你去搜尋SuperBlock 才出現 FileSystem 什麼是SuperBlock呢 就是從字面上意思就知道 你會有Block Block是我們資料存取的單元 就是說我希望說是Block進去 Block出來 就是這個東西對於 不管是MemoryController也好 或是說Io的Controller也好 通用的這些Controller也好 我們不會希望說一個Byte 接著一個Byte存取 因為這是往往是沒有效率的 考慮到你會有CPU Cache 你考慮到你會有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MemoryBus的寬度 這個DataBus的寬度 所以我們不會希望說一次只存取一個Byte 好 所以一個存取的一個進出的一個基礎單元 我們稱為Block 然後呢 描述Block的這個資訊呢 我們就算是叫做SuperBlock 所以就是Block是進出的單位 那描述Block更大的一個單位呢 這個叫做SuperBlock 然後呢 它裡面就描述一些必要的一些什麼紀錄之類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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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不是只有檔案系統有啦 其實很多東西都有這個東西啦 然後 我們再去看 然後呢 這個這邊來講話呢 就提出一個什麼呢 就是提出這個 SuperBlock 所以我們在配置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個SuperBlock 那這個SuperBlock的操作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在虛擬的 虛擬的機體空間裡面呢 它是一個連續的Page 所以你就想要我就是 我若干個Page 假設一個Page Page Size如果是4KB的話 就是這個4KB 加上字的4KB 再加上4KB 那我就把它描述出來 所以一個接一個一個 注意到這邊有個詞叫做Chunk Chunk這個字不太好翻成中文 所以我們姑且不翻 它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說 它基本上在描 你可以思考的時候 像是那個 像是一個 套房 或是像一個 你知道房子嗎 就是那個建案 那建案呢 一套一套這樣的房子 它建的時候呢 都是這樣一組一組建的 雖然賣的時候是各自賣 就是說 比方你的房子跟隔壁的房子 買家跟賣家都不一樣 但是呢 建的時候呢 往往都是建在一起的 所以就像這樣 它是有個同源的 它的同質 它是有同源 而且同質的 就是說我建構的時候 可能同個建商 然後呢 這個來源 比方說這個資金啊 材料啊 都是同組來源 這樣一個東西叫Chunk 所以我們把 這樣子連續的Page 叫4K接著4K這樣的Page 這樣堆出來的東西呢 我們把它稱呼叫什麼 叫做 Superpark 然後Superpark 除了描述這些空間以外呢 它還要描述額外的什麼 它跟物件之間的一個對應 然後呢 我們在前面講Body System 學到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著訪 全部的記憶體單元 是很耗時間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是 比方說Power 2 然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Power B 這樣的設計 但我們這樣設計來講 還是Power 2 這樣的東西去切割 所以我們引入一個額外的一個層次 所以你發現說 你再次發現電腦科學 一個很經典的話 就是什麼話呢 就是電腦科學很多問題 都可以提出新的一個什麼 抽象層 就是我們再提出 額外一個Layer 去描述你 因為我們剛才前面講過了 如果你要直接存在記憶體 你忘了就可能有效率 而且這個東西線性增長的 耗費的時間是很基本的 但是 有些地方是吧 我透過這樣一個Superblock 所以我現在操作呢 就在Superblock 操作 跟前面講的那個ステップ 是相似的 好 所以實際上的用法是這樣 就是說 我今天的4KB 接著4KB 這樣穿穿穿穿穿穿 穿接起來 這樣的一個chunk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來講話呢 我這邊配置的空間是什麼 是256upt 好 然後呢 我們實際上 針對描述這個東西呢 是什麼 就是一個Linkedist 是串接起來的 所以Linkedist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講這個 Linkedist 核心設計的時候呢 Linkedist 超級無敵P重要資料結構 好 很多台灣的工程師 尤其是 懂得好 年紀稍微大一點的 他可能會 會有些想法 那 就某些工程師會一直認為說 這個Linkedist 效能差 好 但注意到Linkedist 其實呢 我們講效能差 其實是要看情境的 如果你從頭到尾 你就只有10個 9個物件 你這樣串接起來 其實你怎麼會有 效能差不差的問題 其實不會有 但是Linkedist 其實最大的 重點在哪裡 它的彈性 這樣你可以跟他講 我們把那個 因為我們的這個 福利的機體空間網友 這樣都是散入各地 所以我們用透過Linkedist 把它串結起來 所以蘇布拉克 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去描述 我們這些可用的空間 怎麼去用 所以你想Linkedist 其實他就是 一個很直覺的東西 而且他其實 他本質上不會串列太多 因為我們不需要 注意到我們的 free list 其實前面有提過 我們真的要讓這個 記憶體的 讓這個多核狀況 有效的時候 我們要設計一個 每一個CP 每一個CP 有對應的一個 free list 而且我會依據我的情境 去設計我的 我的free list 怎麼怎麼用 比方說他可能 像Sober一樣 以一個free size為基礎 去規劃它的配置 好 那所以注意到 就是說其實這個 Linkedist 算是Linus kernel裡面 一個很關鍵的一個結構 你其實很多地方看得到 尤其像集體管理的地方 到處會出現 好 但是注意到 就是Linus link list的寫法 是不太直覺的 所以在我們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裡面 也有什麼 專門講Linked list 就是看說 從 看起來 教科書 書本常見的寫法 到Linus kernel中 比較特別的 特別形式 我們有去探討 所以最重要 這個東西很重要 好 然後總之就是說 在這邊來講話 就是我這個free list 就是 它是用這個 last in first out 這個order 去保存的 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一種cure 好 就是這個 就是cure 就是in q跟deque 就是說要記錄它的順序 它是用什麼 last in first out 的順序出來 然後這些東西呢 其實它保存東西是什麼 就是指標 對不對 一個接著一個指標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講到這個 像Medoc要求一個 八位 八個位的空間 所以它的做法是什麼 它去找一個什麼 找一個最近 2的n次方 最接近2n次方 的一個什麼 這個 一個 一個空間 然後呢 在super block裡面 去找到什麼呢 找到 具備 這個八個空間的什麼 這個free object 那 當然如果說 就是如果找得到的話 這樣 我就 就虧竄 那 如果找不到怎麼辦呢 再繼續 繼續走下去 好 那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今天配置的東西是200 就是 比較大的東西 好 200的話呢 就是我們就涉及到走訪啦 對不對 就是我們 我們要去走 那甚至當然可能更多啦 比方說200 乘以某個 某個數字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說呢 我們看 摸幾個例子 比方說這邊有 4 5 7 3 4 4 10 好 然後呢 照估計 之前的策略是什麼呢 就是我要先去找這個 最接近2的N次方的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 第一句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 如果你要探索Linus kernel 你必須培養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能 這個技能是什麼 就是看到這句話 好 你要瞬間想到它B-wise operation的寫法 好 就是你要一看就要瞬間想得出B-wise operation寫法 否則你看Linus kernel會 會白做工 所以注意到 你要 對B-wise很熟 所以在我們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細語裡面 也有個專門在講數字系統 就是裡面其中一個 不能帶著大家去 熟悉這些B-wise的操作 好 然後呢 所以比方說呢 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如果呢 我要求是5個byte 但是呢 好吧 那邊要什麼呢 其實我需要從 8個byte 數字block 去把走出來 否則呢 否則 是放不下的 好 然後呢 所以這件事呢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什麼 影響到這個 影響到plementation 就是 我明明就 要5個byte 但最終給我8個byte 那 但是好玩就要在這裡 注意到這句話 這裡 就是說呢 以這個例子來講話呢 我們這個 碎片的狀況 其實還沒有太嚴重 就是說 你看 我們是 最終反而是8個 然後實際我們用的是5個 所以其實有3個 所以它是8分之3 所以它是8分之3 那這個東西還不到 還不到50%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但是有沒有可能平反呢 就是說 無論我平反去配置5 但是實際上 回傳的東西是8 8個byte 這是superblock 這個 這個 這個會不會導致一個問題 這是我們要去 下一局要去思考 所以任何一個 有效的memory error pattern 都要想辦法去處理這個狀況 就是說 我很多小物件 我該怎麼針對這些小物件去 去處理 降低這個 分entation的狀況 好 那接著講一些 比較高階的策略 那注意到就是 什麼呢 這邊講的高階策略 是 是講 著重在 CPU 而不是講這個 同一個CPU上的不同thread 所以注意到 我們講這個 malloc的時候 要注意到 注意到 thread 好 所以要注意到這個東西 就是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你看到這邊講 這個malloc free klock reoc reoc 那基本上 它是要做到兩個 就是它的屬性 是屬於threadseptive 然後他們本質上 大家設計到什麼 mallithreadseptive 所以也就是說 我今天不管是 一個執行序 兩個執行序 三個執行序 我不應該 因為很多執行序 而導致什麼 結果錯誤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好 然後呢 我們這邊講的東西 注意到 這邊講 接下來講的東西 是一個策略 就是說 我今天是有個什麼 一個 比方說我一個策略 是設計一個 perCPU的hip 所以變成說 我每個CPU配置的時候 我配置這個block 我去找這個區域 我應該怎樣 對於每個CPU 會有個各自的一個 hip空間的一個特有的描述 所以這樣 這是一個策略 好 好 但是呢 如果這個策略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有可能 在每個perCPU 或者說在我們配置的那個 我們相當於配置一個 可用的quota 我在這個quota 或者可用的一個範圍裡面呢 就是我這個配給 我們給定的配給 其實用完了 那這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有沒有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有 所以這個也是下一個要去思考的 好 所以你看 下一個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 如果這一個 perCPU的 superbar 用完怎麼辦 去找下一個 好 所以整件事呢 就有個很好玩的狀況 就是說 你看我們這個畫面有個什麼 有個 然後呢 也會有各自 cpu的keeper 所以我們先嘗試去找 各自 cpu的keeper 空間 所以有 cpu0的keeper 右邊呢 是什麼 是 cpu1的keeper 好 然後呢 但是呢 會有個狀況是什麼呢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 globalkeeper 跟著 就滿的話呢 我每個 各自cpu的keeper 也應該怎樣 需要去跟著 跟動 好 好 那注意到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策略 實際上在用的時候 不是那麼單純 實際上用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像 nmap 或者說 像前面講的sbrk 他用的時候 會有一些 在 不同cpu 還有 global 使用的狀況 好 那簡單說呢 global的使用狀況 它是反映到 整體 不同percpu的 使用量 好 接著我們要看一下 不同的狀況 就是分 大的物件小的物件 就是 如果這個 如果這個 物件的本身 大於這個 superblock的話 像前面有講到 我們superblock 其實會有一些什麼 會有一些 配置的空間啊 比方說這邊設計 是設計256的話 但是我的空間實際 這樣子大於256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直接用這吧 用nmap 然後把之前那些 把那些 把那些 private anonymous 的patch 拿過來 拿過來對應 那 這個時候呢 會有另外一種 新的這個分letation 好 比方說呢 如果要求patch的是 4097 那4097 很尷尬 就是說它其實 它需要一個patch 一個patch是4k嘛 那但是 一個patch其實還不夠 還需要再另外一個byte 所以呢 其實我們搞了後來 只需要兩個patch 可是兩個patch來講的話 只用了什麼 只用了其中的百分之50 好 再多一點點 好 那所以呢 其實這件事呢 它就導致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它浪費空間呢 就遠大於什麼 遠大於之前這個 要5個byte回傳8個byte 好 這個要5個byte回到8個byte 還可以接受 但是尬空間值的時候怎麼辦 好 那 所以呢 其實這個東西呢 是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它背後涉及的成本是 是更大的 涉及到就是說 我們的bookkeeping啊 那甚至是要涉及到 一些必要的一些lock的contention啊 甚至這個東西 對cash的衝擊 是很大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是存取的空間 是大於兩個page 因為我們的cashline 就是cash操作的單位叫cashline 所以cashline是很有限的 然後我們不管是L1cash L2cash 基本上它的那個空間 還是很小的 一般來說 比方說像你的L1cash 一般來說可能是32k 那instruction是16k 然後data是16kb 那可是你看這邊來講話呢 我這邊 我這邊一個page就4k就占掉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存取的時候呢 我今天要存取一個4097 我就需要4k再加另外一個4k 而不是4k加一個byte 那這個這個東西對這個cash的衝擊就很大 比方說另外一個 當你存取另外一個page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都是這樣 大部分都是miss的 好 那接著呢 我們來去思考 再繼續思考下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我們要如何重新定義 什麼叫做memory free 顧名思義 memory free是希望說我們去記錄什麼 就是哪些機體是我們沒有在用的 但是沒有在用的這件事 到底是怎麼去定義來的 回想一下我們剛才前面講的對不對 就是說你做一個實驗對不對 meninfo對不對 像我這台電腦來講話 雖然這台電腦的資源很厲害對不對 它有64個CPU盒 但是你看我的memory free 竟然是這麼少的free 對 那如果說你把它用 那個 HTOP去看就更明顯對不對 就是說你發現能力有空間就這麼少了 然後Spark開始用 那這個東西呢 到底它的這個 實際上我們的從kernel 然後一路到userspace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 去看memory free這件事 好 那這邊呢就跟你講一個 就是我們就開始來拆解 所以我們先假設呢 那我們的superblock大小是8K 也就是需要4加4嘛 就是兩個page 好 那所以我們在上面規劃的時候 注意到上面做什麼規劃的時候呢 就這個 這規劃的時候呢就是什麼 4加4 4加4去去去去去去去看待 好 所以是8K的空間 好 那我用8K來定義我的這個superblock 好 然後呢 接著呢 好吧 地方出現啊 你看喔 就說假設我的地址呢 是這個 就是 這個這個這個地址 什麼 431A017 好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兩個page 就是說 到底你只要看一個東西叫什麼 就看 看一個東西叫 看一吸就好 好 好 那這個一吸來講的話呢 如果我們看最後面那個東西叫 叫吸嘛 對不對 就是 A 就是那個什麼 十六 十六金位的 十六金位那個表示法 一吸 好 然後呢 對我們來講的話呢 8K在什麼範圍 8K呢 其實跟前面這 這幾 這麼多個 都沒有關係 從頭到尾你只要管了嘛 你只要管 後面這些就好 這東西才是你的守備範圍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從頭到尾你只要管 這個什麼 A000這個區域 好 所以我們來講的話呢 Superblog的意義在哪裡 它讓我們走訪機體的時候 不用從頭開始找 因為呢 我可以很容易從Superblog的大小 然後呢 我去很容易算出 我們該存取哪個機體空間 好 這件事很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再生強調說 你要對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B-wise operation control 好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再次前面講那個 我們配置機體的那個方式 為什麼前面講到說 我們要 last in first out 這個這個這個 為什麼要這個設計呢 這東西很有趣的 這個就跟 跟我們前面講到那個 像LRU 這種 這種patch 這個catch repracement策略 也是有關聯的 好 然後 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個東西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共 不是一個共通的 這只是 這只是一個取捨 我們的重點在於說呢 我們要有一個方法 讓我們找到什麼 就是 考慮到cash的那個使用量 cash的使用方式 我們其實要儘可能用一個 已經用過的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說 我們真正做 我們不會真正去 急著去做free 所以前面有講過這個 我們其實只是 本質上去做是個bookkeeping 好 然後呢 因為我們這個考慮到cash的設計 所以其實呢 我們要怎樣呢 請可能把 就是配置機體的時候呢 請可能把用過的page 拿過來存用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 這個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說呢 這個設計來講的話呢 我們會希望呢 這個 有一種策略 是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 如果呢 你某個memory已經有用過了 那我要重新載入的 這個成本就比較低 換個方式說呢 這個怎樣 就比較快 但是注意到 這是相對的 這是要看你的什麼 主要還是要看你的locality 然後從slab 到slab 其實它就是去強化它的locality 要怎麼去強化locality呢 這個很重要 就是其實呢 對資料結構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調整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這個holerlocator 或者其他類似的locator 其實它做什麼事呢 就是 它去做這樣的設計 第一個呢 它有一個per cpu的keep 那除了per cpu的keep 那除了per cpu的keep以外呢 它會有什麼 它會有對應的這個global keep 那接著呢 什麼呢 接著就是說 你會看到說像這個 它11張用法是這樣 就是它會有對應的不同的order 在畫面中可以看到說 2 3 4 5 然後呢 比方說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cpu自由的keep 那我們這邊來講 那free list 有連了上面這一塊 好 然後呢 這邊有剛剛提過 就是說 我是 last in or out 的一個order 好 所以我想讓這件事 讓它可以更什麼 更友善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 其中一個觀點 好 那這樣的一個設計呢 本上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難的地方怎麼 難的地方是我的locking 那locking難的地方在於是說呢 我們其實需要一個per cpu 就是我們剛才有提到 有一個per cpu的keep lock 但是實際上問題是說呢 我們還是有可能這樣 在不同的cpu做free 所以你配置的時候 雖然已經區分了不同的cpu 但是呢 我free的時候可能在另外一個cpu做free 那我們剛剛講過free 其實本質上它是一個標註的過程中 但是標註的時候其實我還是要走訪 好對不對 我free的時候我還是要標 我還在這個什麼 在你的super block上面標 好 我不用在真正的那個 機體內容上標 但是我要在我的super block 在這個剛剛提到這種 描述資料的資料 就是它本質上就是一種mata data 在上面去標註 好 那這個東西呢就涉及到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就是說 往往這個東西是影響效能 一個很關鍵的 尤其在那個concure的狀況下 好 休息一下 好 那剛才提到的這個locking 這個注意到就是說 事實上就是很多allocator 一直在標榜 這個 不然說我們自己發展的 就是我們在成長發展的一些allocator 其實也是基於這些 這些訴求 你會發現說很多memory allocation 其實它 某個角度是很像 但是你又說不出一個 所以然就是 就是 比方說你看這個效能表現 就發現很像 然後 但是你會發現它標榜的功能 還就是 怎麼怎麼好 其實往往很多時候呢 就是因為說 策略上一個差異 那這個策略上的差異 來自說 像是 Super block 什麼什麼什麼 它的lock的機制 它的空間取捨 或者說它的locality 以及說 在它的情境裡面 像很多allocator 它是強調說它在many CPU 注意到它跟many core 也不太一樣 many core是個通稱 就是多核 就是兩個 四個 八個都多核 但是many core就更多 尤其是像Newmark 那有些allocator是要在many core 才看得出差異 在普通的core可能看不太出來 差異 就是這個 這個是往往就是 你可能沒有搞清楚對象 然後就是搞清楚來試用 所以注意到你不能 你不能只是看 當做那個 看那個廣告DN的方式去 用allocation 你應該在自己的情境 自己的應用 在自己著重在意的環境 去什麼 去驗證各式各樣的allocator 而且混用了很多allocators 其實是很正常的 好 然後 然後 那這個就是大概提到這個概念 都提到 就是說 perCPU會有這個 perCPU或者共用的那個heap 會有lock 然後再來是 在global的話也會有 那當然locking就會有一個 一個一個 就會有效能的衝突 然後 然後 這也有不大再細講 就是 我們之後繼續講那個 Linux kernel的同步處理機器 會繼續探討這個部分 那這個背後 涉及的液體呢 其實它不是只是lock那麼單純 其實它涉及的東西是那種 我們怎麼怎麼 就是各式各樣的那種 像sequential sequence lock這種東西 就是sequential的那種 spin lock這種 它其實跟你的那個 實際的行為有關 所以我們在探討 那個Linux kernel的同步機制 其實需要更多看細一些 比較細緻的一些應用案例 好 然後呢 就是說呢 有沒有可能呢 是做到那個lock free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lock是很大的成本 那有沒有可能 讓lock contention的狀況減少 這個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去Google搜尋找這個 什麼lock free allocator 你會看到我 你會看到有一大堆這種 你發現我好多東西都找不了 那注意到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很多 allocator 都號稱它是lock free 很多allocator都號稱 它在這種lock contention的衝擊 是最小的 我剛才再強調 其實這個完全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你的環境設定 好 那 這些競爭呢 會導致整體的那個stability 大幅的下降 這是會發生的 但是呢 這種lock的存在 又讓這個什麼 讓這個programming相對單純 如果說你要完全做到 完全lock free 這是可惜的 但是你整個系統會變得很複雜 所以往往你又遇到一個問題是 我系統複雜度 跟自己locking 又是另外的什麼 另外是一個衝突 好 好 那再來是說這個catch line的alignment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現在著重的講的 主要的CPU架構是像那個 30億元的系統 64億元的系統 而且我們現在 就今年來講的話 講更多應該是64億元 畢竟從你的手機 到你的電腦 基本上都是64億元的架構 好 但是注意到呢 這個catch line size大小呢 是很多元的 好 比方說呢 像按的這個catch A9 好 catch line catch size catch line 比方說呢 你會看到說 這個同樣是這個 像A9 好 A9有32 byte 好 但是呢 有沒有可能會有那個什麼 什麼 64個byte呢 其實也有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有什麼 這個 64個byte的那個catch line size 好 然後 比方說還有什麼 A 還有什麼跨抗的 就是你會發現說這個很討厭 就是它會看出 不同的那個什麼 不同的那個 不同的 系統 那 一般來說的話就是 你會看到說 我們要管的範圍 其實是很廣的 同樣是snatch一個呢 會有 會有 32 64啊 甚至還有可能 有可能還有到什麼128的 這都有可能 好 那所以這個導致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一個城市 就算用細原型的 好像透過細原編譯器 重新編譯之後就會得到什麼 就得到執行檔 好像就可以做到跨平台 但是光有跨平台執行 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是在每個平台 或是我們在意的平台 有個好多表現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 這個cache lines 大小大小都不一樣 對不對 從剛剛講的32 64 然後到128都會有 好 那接著我們要思考一下 cache lines 大小 cache 行為 對整個系統的影響 比方說呢 我這個系統呢 是什麼 是如果它的Word size 這Word 一次記憶體存取是 4GB散生文件架構的話 那我呢 先去幹嘛 先去RODE 這個LDW 就是RODE RODE一個Word的大小 好 一開始我遇到一個什麼 遇到我們cache裡面 不存在這個資料 所以當然是一個cache miss 所以cache miss之後呢 我們怎麼辦呢 就跑到memory bar 去存取這個memory 那所以呢 我就存取到什麼呢 就從這個108碼 所以就從這個1000 好 往後算算算 這個8 好 然後呢 因為我們的cache line呢 就是這樣 我們的cache line呢 是這個什麼 我們的存取是64個byte 所以雖然你要的這個東西呢 是怎樣 是 4個byte的空間 但實際上 我們cache的時候 不會只存取那麼小的東西 我們會一次進來就是什麼 64個byte的大小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是在單核沒什麼問題啊 好 可是接下來我們要講多核了 所以多核 從剛才cpu自由 現在旁邊有個cpu1 好 那這時候好玩啦 這時候呢 你看喔 就是說呢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呢 有上個鎖 這個鎖呢 誰來鎖呢 好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注意到 這是單核 剛剛講的是單核狀況 我們接著講雙核的 雙核的case來講的話呢 用我們的 我們講的是smp的嘛 左右是對稱的 那左右對稱的兩個cpu 那這時候有個比較大問題在於說呢 我今天呢 存取記憶體的時候 像這邊來講 存取 存取記憶體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要看一件是什麼 就是cash跟這個主機體的內容 是不是一致的 所以這個東西很很關鍵 好 那所以如果呢 一開始呢 這個什麼 它有個共享luck 注意到這邊 有個共享luck 然後呢 我們要以剛剛的 的 的參數 以剛剛的設定 就是我的cash當地大小是 64個byte的話 好 好 好 注意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一開始是load 走這個路径 load走過來 好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接下來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當 注意到這個東西 我一開始做load 那接著呢 注意看左邊的cpu 做什麼事情呢 左邊的cpu 做一個store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store store了什麼東西 store了這個地址 注意看那個位置 一開始是 這個100 100 100 我把前面值省掉 我就講10 所以右邊的cpu1 是存取10 那 左邊的cpu0 存取00 所以右邊是載入 10 從10這個地址載入 然後呢 store呢 是從00這個地址去寫 好 那當然我寫的東西還是什麼多大呢 是一個wood的大小 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四個by的大小 我要去寫 好 這時候呢 會導致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 你看起來好像 機體位置是不同 但是呢 對cash來講 它其實碰到啦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我從 我從這個什麼 我從這個 00這個地方開始寫 對吧 然後呢 我這邊讀的時候 是從這個 10 開始讀 那我寫的時候呢 會這樣寫 1 2 3 4 就是這樣 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樣寫進去 所以呢 這會導致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導致原本呢 這個 原本呢 在這個 注意到這個東西啊 原本這個 我這邊的cash呢 會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我這邊是從 這邊是從10的 但是我實際上呢 我也是從這個 從00開始去算 就是我一整個這個 一整個這個 cashline大小 好 那所以導致這件事 我們在右邊這個load的時候呢 我其實要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我要更新我的cashline 如果我不更新的話呢 我們下一次的存取 還是會錯的 就存取到 像說 這個 這個 10空間之前 那我就會去錯了 我也不知道就了 因為這邊已經更新了 所以勢必呢 CPU要有個機制 去通知什麼 通知這些這些東西的變異 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呢 其實呢 往往呢 以剛剛那個來講的話呢 你要嘛 就設計一個什麼 一個lu-light lock 這個在linux kernel裡面很常見 一個lu-light lock 那這個lu-light lock 其實就設計到什麼 就是有多少 多少CPU是要共享的 比如說動搶 這邊來講 很多個CPU可以共享lu-light lock 但是lu-light lock 是一個人寫的時候 另外就不能寫 好 所以這個來講 這邊來講 我如果是 這邊去acquire一個lu-light lock 那當我存取的時候呢 另外一邊就不能存取 好 然後呢 在這個linux核心設計來講的話呢 我們有 裡面有講到什麼 講到spin lock 就是講到這個 同步機制裡面的spin lock 其實就講到 其實有很多那種 很多變形 lu-light lock 就是一種 一種變形 那可是呢 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難的地方是說 這件事呢 的確是可以解決問題 可是呢 麻煩的地方在於說呢 我們家就是 城市開發指就要知道什麼 知道這些lux的使用 而且 城市設計者 他本來自己就心裡有一套邏輯 就是不要說演算法啦 或者一些既定的流程 但是呢 因為這個lu-light lock的存在 就是說雖然這個lu-light lock 是很多個CPU可以共享的 但是lu-light lock lu-light lock 是這樣 是exclusive 就是說 某個人的寫 另外其他人就不能寫 所以呢 這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叫做false sharing 就是說 false sharing就是 這就給你 有點像我們去用篩選嘛 現在你去做健康檢查會去篩選 比方說你的血脂啊 體脂啊 你有沒有什麼B肝啊 柱子這些東西 那但是你會知道這些篩選呢 他會跟你說 我這個東西是 比方說快篩 也許呢 你不用回去等很久等報告 你當天就可以知道 這種就是快篩 那這種東西是很常見的 但是快篩也會有問題 就是他也會有精準度 那同樣就是說 像那個女性的懷孕啊 會有一樣 會有各式各樣的試劑 以前呢 以前沒有這些試劑出來之前呢 其實那個篩選都很麻煩 他要跑到醫院 然後跑完 跑去醫院 你要去掛號 那不見得輪得到你嘛 就算輪到你呢 他可能不會立刻告訴你結果 那但是呢 這些快篩的東西出來之後呢 其實就變性很高嘛 告訴你說 誒這東西的可能性 好 那回到這個例子來講話呢 這邊講false sharing是什麼呢 有沒有可能呢 其實 像前面講那種cash line的那個空間 因為我們cash line是比較大的空間 那我們要注意到 Rain呢是Rain跟Access 但是cash不是 cash是Sequential 而且cash來講話呢 我在多核的時候要考慮到一字 所以像這個右邊來講話 雖然他常常讀是10的位置 但是我從00開頭的東西已經怎樣 已經被破壞了 已經跟 已經過起 就是導致右邊的東西已經過起了 右邊的cash已經過起了 所以我們導致這個狀況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呢 這些判斷 就是判斷說 這個cash內容是不是需要更新 這件事有可能是怎樣 是錯誤的 錯誤的諮詢 有沒有可能 有 所以這個在這個 比方說Rainlock這個存在 會導致這個狀況變得更麻煩 比方說我常常會搞不清楚說 我現在的東西是不是過期了 或者說我今天要讀的時候是不是有另外一個人家寫 因為我不是只是 我不能只是看 一模一樣的地址 其實你要看 往前往後 所以你整天是難就難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在這邊來講話 10這個位置不是aligned 不是cash aligned 對不對 所以我其實要看什麼 我要看他在哪個地方開始aligned 所以我今天這個 為什麼你要對那個 像西元那些什麼BYs的操作很熟悉 為什麼你對那個基底階層要很熟悉 因為 往往人們很多時候會迷失在這個cash 你去迷失在地址 你去比較數值幾乎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其實它是相連 這種sparture的東西 我們其實要很小心 那一旦如果說我們頻繁遇到這種force sharing的話 其實會很大問題 就是說 我們導致說 我們沒辦法做很激進的 激進的這個資源處理 那常常我們就要開始 開始做這個cash invalid 那cash invalid 這個其實怎樣 就是為了導致cash的一致 我們常常要做cash invalidate 那而且cash invalidate 一做的時候還要考慮到什麼 這個多核的這個同步 所以像NESI這種protocol 我們就必須不得不去施行 那所以呢 這導致什麼呢 這導致呢 浪費更多的這個 浪費更多的cpu cycle 然後更多的這個cpu的那個 cpu hierarchy 其實沒辦法用 其實往往都要 就是算了我開始有cash 有level1 level2 然後還要到那個主機體 我們這時候就要做什麼事 要去不斷去更新 那所以可以看到說 在很多allocator的策略 它其實就是建構在這個locator 的這個改善 所以不然說從slab 強化到slab 其實也是在這樣的一個設計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所以呢 這邊來講的話呢 可以看到說 像horrorallocator的策略就是這樣 就是它很明確的規範 如果是針對一個小的物件 那我就應該等一下 去把它返回到 共用的這個cpu keep 而不是說 讓原本 你看到 原本的策略是 我有一個percpu的那個什麼 percpu的keep 這邊 你可以看到 我這邊有percpu keep 那 有趣的地方是說 在原本我們考量點 是很簡單對不對 就是說我這個free的話 就是做bookkeeping 那 這個沒什麼錯 但是難得在哪裡 因為我以前配置的時候呢 是每一個cpu 有對應的keeper 但是釋放的時候 可能不是那個cpu去釋放 好 那這時候就會有前面講那個 lucky 講這邊講這種 caching的影響 好對不對 就是我們如果遇到這種 caching alignment 到後面這些 這些什麼 conference的問題的話 會導致這個問題 變得更嚴重 好 所以注意到呢 在這個horrorallocator的策略是什麼 就是 誰去配置 就要誰去歸還 好 那這件事呢 又導致下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bookkeeping 又變得更複雜 所以 你看這個東西 你看 又會導致 有可能會有什麼 false sharing的問題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呢 目前為止我們都還沒有講到 正確的解法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點 好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horrorallocator 它的策略在哪裡 它的策略就是說呢 它想辦法去解決 解決 解決前面的這個 前面的這種問題 就是說我需要 就是比方說 像我這些小的物件的策略 大的物件的策略 然後花很多心力 再解決這種allocation 那你可以去參與這個 我們有列出那個論文 就是請你參與這個論文 然後知道它的一些實作的細節 好 好 那接著呢 我們終於可以回到linux kernel 就是 記憶體管理這個部分很麻煩 你不能只講 你不能只講linux kernel 你也不能只講user space 對不起 這兩個東西都是高度相關的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們把這樣 我們一樣的horrorallocator的概念已經有了 那接著我們要推廣到什麼 推廣到這個linux kernel 而且是從這個小的物件開始 好 那前面講到這個main cache 這個講 因為前面有畫那個 比較清楚的示意圖 你就比較容易懂了 好 然後 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說呢 我們就會把實際上的這個真正 我們要配置的 就真正的記憶體的空間 我們把它切割成好幾個部分 而且呢 透過這個kmain cache去描述 好 那 所以呢 我就會有什麼呢 就是 不同的使用者 不同的這個 操作對象 我們就 配置給誰 好 那彼此間相互怎樣 相互不干擾 好 但是呢 這個跟horrorallocator又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說 好 在kno裡面呢 它的kmain還記得前面有講過嗎 有不同大小的 看一下man 不同大小的 現在這個什麼東西呢 像是這個 好 就是我們在kno裡面呢 會有這種不同的空間的啦 好 像這個東西對不對 好 什麼kmalloc128 好 然後會有什麼96啦 之類的 9628這種 那這個在kno裡面呢 linerskno裡面會混用 注意到這個差異 好 然後呢 這個 在kno裡面呢 在裡面會花一些策略去標註 去標註 標註它特定的那個 特定的這個 這個型態 然後呢 在這個horrorallocator來講的話呢 它的那個什麼 就是 它會把這個 同樣的這個物件 只要有共同大小的 就會把它把它拼湊 或者重新擺放 然後但是 但是在kno裡面不做這件事 這個裡面 它把這個地址 把它做一個很明確的區分 好 那接下來講這個cash 注意到這邊講的cash呢 就 講過很多次了 我還是要強調 它不是講memory hierarchy 裡面講cash 而是呢 在 切割底層機制 就切割普通的 就是還是延續到之前body system 切割不同的單元 這個memory cache 然後呢 接著我們會用一個free list去描述 所以呢 這個free list 其實這跟它什麼 使用的頻繁度有關 所以呢 你可能會有用 就是什麼LRU 就是 list listener use 或是LFU 是照那個frequency 那注意到 這個東西呢 就是在像 從slab到slab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 它會有一些不同的策略 去 需要怎麼去 變更 好 那這樣的東西呢 其實它的在歸類上呢 我們稱為叫做memory pool 就是我們盡可能把已經用過的東西拿出來重用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liners kernel也是常見的東西 所以你除了在liners kernel裡面找那些snab的東西 其實你要找memory pool 那你會找到一大堆就是這些東西 而且liners kernel有各式各樣的這個memory pool 好 不然說什麼fire system也有啦 内衡也會有啊 好 隨便找個給你看 可以看到這邊就講說這個針對fire system的啦 或是針對什麼 內衡的啊 也會有 對 內衡 對 然後什麼DMA的啦 DMA pool 也會 也會有 而且DMA更麻煩 因為它在實體 記憶體上呢 還是要連續的 好 那再去看 然後呢 注意到呢 就是說呢 在這個 我們之後也來 更細講那個DMA DMA比較特別 因為DMA剛剛提過 就是它在實體記憶體上 要是 要是連續的 然後呢 嗯 liners kernel裡面的kmenu 可是一個比較 比較高階的 那對應東西叫kframe 那它有各式各樣的家族 就是底層會 就是 它會有很多變種 然後你也可以 操作比較 比較低階的kash 但是你也可以 像那個 一般的那個 melo跟free的用法 很像 那只是再加 額外加一個那個frag 好 然後呢 接著就是我們要把 剛剛前面講的 whole allocator的那個 superblock 對應到slaver 好 然後呢 就是slaver來講的話 就是它其實 它要管理的東西是什麼 是virtually virtually continuous 的page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跟那個 跟那個 whole allocator的superblock 是相似的 然後一樣的 它也是要去做那個 做bookkeeping 然後 只是說它bookkeeping的東西 是 是比較廣的 那甚至幫一些 額外的資訊 其實要不要 不是大小 其實要知道一些 先後順序 它的order 就是在那個 在whole allocator order不是那麼關鍵的 但是在slaver裡面 它的ordering 其實它非常關鍵 好 然後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 Linux Kernel的存在 是要解決各式各樣不同的系統 所以有些 記憶體是非常有限的 有些記憶體是非常大的 在Linux Kernel 會遇到很多很不同的 極端的狀況 所以比方說 這邊舉個例子 比方說4MB的那個空間 你說這樣的東西像什麼呢 比方說像這個 比方說像 這個吧 這個我們之前有做過 就是 這樣做的東西 就是說 它是在一個 STN32的 STN32F429 discourable 那像這個硬體是什麼 它就是 Cortex M4F 就是 它沒有MNU 然後 它沒有MNU 但是 但是它有NPU 那NPU你也可以選的 選的不要開 以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例子沒有開的 然後 它的 它可以 在這塊板子上 有外掛一個 8MB的 一個 的S-RAN 所以 它拿來開Linux 14 綽綽有餘 所以實際上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系統的開機 它其實很快 大概一秒就可以開起來 一上電 一插上去 USB供電 可以開起來 然後這個 然後 可以敲打指令 如果你搜尋 如果你搜尋STN3 F429的話 你可以找到我們成功大學的一個 整理的一個 網頁 那就是 包含說 一些 開發版的資訊 然後 上面的一些 軟體 還有一些 計較定義 我們 學生在這上面 做很多 學驗 比方說 Michael C Linux 做了什麼事 這裡面有些內容是 過時的 也有一些錯的 所以 閱讀的時候可能要小心一點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在Linux 核心設計來講的話 會想辦法去把這些 可能過時的資訊 把它翻新 好 然後注意到就是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 這邊就舉個例子 假設你的記憶體 假設只有4MbR 那你啟動這樣的系統的時候 這個Fegmentation 其實它也是一個 它的確會是一個影響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說 我們前面講到像SLAB SLAB為了要去消除這個Fegmentation 它花很多時間去擁有上帝事情 所以你知道 上帝視角 會有涉及到更多什麼 更多的抽象層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有沒有可能 bookkeeping的東西 就變成什麼 變成在系統裡面 占了很大的 很大的比重 有沒有可能這種狀況 有 因為我們實際上存取的東西 都很小 但是我們記帳的帳本 就可能變得很頻繁 那這件事跟某個東西很像 叫區塊鏈 對不對 你也有聽過 那區塊鏈它在分類上 我們稱為叫做分散式帳本 叫做Distributed Lagio Technology 分散式帳本技術 DLT 那DLT其實在記錄什麼 就是帳本 就是從A這個地址 到B這個地址 然後加上哪些訊息 那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處理好的話 有可能遇到一個什麼 帳本非常超級無敵 P大 比方說像那個 以太方 以太方它每12秒就可以出一個區塊 那所以它導致它的帳本非常大 我已經不知道多少TB等級了 這個非常大的一個帳本 所以導致這個同步的成本是很大的 好 那這個當然的東西 你看到很複雜的Bookkeeping 其實它對什麼 對小系統就是很不適用的嘛 所以呢 下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用呢 所以你比方說 我就想 能不能把這個前面講的Bookkeeping的成本 成本降低 就會有SNOPE 所以剛才提到就是2008年提出來的這個SNOPE 這個設計 那當然這樣的狀況呢 有沒有可能會有這些Fremitation的碎片化 也是會有 就是看你的情境 那它的想法其實就是說呢 儘可能這樣 儘可能把這個配置的機體空間 限縮在一個Fremesize 這是它一個比較單純的考量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是儘可能去重用 已經有了這個Fremesize裡面 去降低這個 降低這個碎片化的狀況 好 然後呢 這對大型的系統來講的話呢 就是你會發現說 我們講的這種大型系統 非常多的 幾千個核的那個CPU 然後很複雜的這個機體階層 然後 往往呢 它會用到更多的空間 因為這個時候呢 機體空間已經不是問題了 我們這個問題在於說 像這些前面講的那些Lock Contention 我們前面講到那些那種 Cache的這種 這個什麼 這些Force Sharing 這種問題 是我們在意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呢 它會花很多時間 力氣去設計 這個 Per CPU 的 Data Structure 以及搭配 Per CPU 的 Bookkeeping 所以這個是一個 所以它耗費額外的成本是會有的 但是呢 這個東西呢 在什麼呢 在這個多核 我們前面有可以看到一些數據 從 Slab 到 Slab 那其實它就是希望說 我們透過這些 額外的 Bookkeeping 去描述我們的 這個機體配置 而且讓這個 在這個 Concurrent 的狀況 就跟我們多核 相互競爭資源的情況下 那依然可以保持一個 一個合理的表現 好 那所以呢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你看我們 我們在這邊來講忽略很多細節 所以我們把好幾份這個 圖文片把它接上取短的 拿出來使用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從頭到尾都是取捨 那些取捨的範圍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Frontation 然後尤其考慮到 Cash Compuence 的成本 考慮到 這個 Force Sharing 的成本 然後考慮到花的時間 那整個 Slab 所以你大概知道 其實 Slab 號稱的快 其實它是有要求的 在這種 SMP 或是複雜的處理器 或是 Numa 或是那種 强調那種 Stability 上面表現好 那 這個東西都不是絕對的 所以比方說回到剛剛講 那像 STM 上 剛剛那個機體層層小的之後 4MB 8MB的空間 你拿那個 Slab 或是 Slab 其實就是完全不適用的 然後呢 再來是 接下來的部分 我們想要來探討 就我們會講一個 拿淡江大學的一份 不是淡江 浙江 浙江跟淡江差好多 浙江大學的一個教材 這個教材蠻有意思的 所以我快速給大家瞄一下 這個教材 就是它把很多現有的材料 把很多 ELC 上演講的一些材料 把它整得起來 所以你看底下這邊一來講話 也是從這個2016年 在 Embedded Linux Compens 上的一些材料 把它整合過來 那這邊來講話 就會來探討 像一些實體機體的 像 DMA 還有一些周邊的 然後呢 再來是說 雖然我們今天講的連續就不太一樣 我們家講這個 Physically 的連續 跟什麼 跟 Virtually 的連續 就是我們要特別去區分 然後這個東西 在 DMA 的這個觀點 在這些周邊的觀點 就變很重要 而且在 比方說 Divide Driver 在配置的時候 就可能很關鍵 那除了這以外呢 我們會去 就是去看 比方說 就是會帶大家看 就是說怎麼怎麼怎麼 怎麼做切割啦 然後這個 對你的那些 那些 Kernel 一些 Macro 在做什麼事 除了這以外 還有什麼呢 就看這個 像這個 因為我們在第三個部分 其實想要帶著大家 去看這個 怎麼去做實驗 所以在怎麼做實驗之前呢 要更了解這個 機體的配置的狀況 然後 然後 再來是說 我們之前有講到 Swapping 所以我們在第三個部分 終於來又來 講這個 Swapping 那這個 注意到這個 Swapping 是很關鍵的 我們前面有講到 在第一個 第一個部分的時候 提到說 Unis來講話 第一版就 S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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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PID 等於0的程式 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 我們講 Swapping 的時候 又可以 講 Swapping 的時候 又可以複習一下 Schedule 對不要懷疑 我們講機體管理 會講到 Swap 那 Swap 那 Swap 竟然跟 排程有關 沒關係 反正這個第三部分來解釋 那最後 Swapping 來講話 這個就會跟 我們前面講那個 Page Fault 對不對 有三種嘛 就是 Major Minor 還有什麼 Invading 然後講到 Swapping 那 Swapping 來講 然後 透過教材再複習 複習 集體配置 然後它對應的 Fault Handle 那這也是為什麼 你需要做實驗 因為發現這邊 引用的資料比較舊 對不對 這邊用的還是2.6.34 那其實 有很多地方不同的 所以你為什麼 需要做實驗 你有辦法追蹤課能 才可以得到最新的資訊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們在第三個部分 就會來看程式碼 然後做一些必要的實驗 好 那所以必要實驗呢 就是我們會帶著大家看 這個 KMELOC 跟 VMELOC 它的一些配置策略 然後帶著大家怎麼去追蹤 然後看那個追蹤 然後看一些像這樣的一個報表 好 然後以及 讓大家從這過程中看到 看到哪些程式碼 以及它背後的邏輯 好 那我們的第二個部分 就到這裡 好